震惊!一首神秘英文歌,引起十万人大合唱 神秘摇滚歌嗨翻世界杯 演唱者究竟是哪位神秘歌手? 法尼队T桑巴队结束 球迷们聊得最多的话题是 中场休息时的那首英文歌叫什么名字? 浏览器,短视频热门搜索 Viuorikio是什么歌? 本届世界杯最受关注的法尼队与桑巴队的比赛结束后 关于比赛战况的话题,居然没压过歌曲的话题 Viuorikio这首歌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播放 反响非常热烈,勾起了全世界喜欢音乐的人兴趣 都想知道歌曲名字以及演唱者是谁? 米国? 实况足球游戏公司 哇,天呐,这首歌是我听过的最棒的摇滚了 总裁杰瑞看完了比赛 第一时间便在网络上搜索了歌曲 搜索连连受挫后 终于在油管网站上找到了一个歌曲视频 视频是世界杯现场观众录制的 视频特点是手抖、噪音、画面模糊 但尽管这样 这条视频居然有着一千万的播放量 歌曲没听够 还找不到原版歌曲的老外们 选择反复播放这个视频解译 我出一百美刀 谁可以把原版音源发给我 上帝啊 我觉得这首歌超过了所有世界杯的主题曲 这首歌是我今年听过最好的摇滚歌曲 我也一样 总裁杰瑞翻看视频评论区 发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评论 第六感告诉他 歌曲一定会火爆 当即放下鼠标 拨打电话给公司版权部门 唯 一旦找到We Were Kill这首歌的演唱者 请务必拿下这首歌的版权 另一边 FIFA游戏公司 会议室内 总裁汤姆将油管网站上的歌曲视频 播放给了公司高层们看 并询问起歌曲如何 这首歌太棒了 我觉得抄出了游戏里的所有背景音乐 太振奋人心了 我爱上了它 歌曲叫什么名字 太酷了 我想购买它 听完了众人的反馈 总裁汤姆鸣嘴一笑 拍了拍胸脯道 我保证 这首歌会出现在我们的游戏中 一达唱片公司 好运办公室内 华国摇滚教父崔大科点赞了世界杯神秘歌 黑猫乐队评价世界杯神秘歌 作为摇滚歌曲 与观众的互动性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 二手百合乐队主唱评价世界杯神秘歌 不得不承认 我们的摇滚乐与国外还有很大的差距 我想不到我们有哪首歌 能比得过这首歌 林执行淡定地浏览着网络上的歌曲反馈 心如止水 VUYORIKIO这首歌受欢迎是一定的 在摇滚圈子引起轰动也是一定的 但有这么多摇滚歌手夸赞 有些意想不到 丁 特殊任务已完成 恭喜宿主获得选歌卡一张 受欢迎人数超3000万了吗 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 林执行的嘴角勾起了一抹笑 VUYORIKIO这首歌在世界杯中场休息播放时 系统发布了新任务 没想到仅过去五小时便完成了 是时候公布了 林执行打开了手机摄像头 用支架支在了办公桌上 随后开启了录制 录制内容很简单 他一边拍桌子打着节奏 一边开口唱道 VUYORIKIO 世界杯神秘歌名字叫VUYORIKIO 林执行编辑好了视频标题 随后将视频发了出去 并自己留言置顶 留言内容是一张英文图片 来自米国网站油管 世界杯主题曲排行榜 这条微博已经发出 直接登上微博热搜榜第一 华国网友们感到十分难以置信 天哪 世界杯神秘歌居然是欧耶歌创作的 牛啊 这首歌太给我们华国长脸了 原来是因为外王贬低 齐开得胜 才创作出的这首歌呀 用实力打脸真帅 某酒店呢 我哪有望夫命 我哪有望夫命 亚当舒伯特正在酒店里练歌 华国助理敲门走了进来 亚当 你今天有没有看世界杯比赛 亚当舒伯特笑着摇了摇头 没有 我对足球不是很感兴趣 来听一听这首歌 华国助理将 Vu Eurikio 这首歌播放给了他听 亚当舒伯特眼前一亮 兴奋地跟着音乐点头 忍不住问道 我超喜欢这首歌 这是谁唱的 林之行 哇 亚当舒伯特回想起 曾经跟自己对战的林之行 十分佩服地竖起了大拇指 请帮我跟他传达 他是我献过最出色的华国歌手 两小时后 好运办公室内 忙于工作 才弄清状况的董臣 来到林之行身边 激动问道 林哥 我真的没想到 你能在世界杯上 为歌曲打广告 你花了多少钱 你这消息 有些必塞啊 林之行指了指自己的腮帮 咧嘴一笑道 一分钱多没花 刷得是脸 广告打得太成功了 董臣佩服地竖起了大拇指 这首歌在国外活起来了 现在有两家足球的游戏公司打电话来沟通 他们都想买Vuio Rekio这首歌作为游戏背景音乐 其中一家游戏公司还愿意为你建模 如果合作成功的话 什么 国外游戏公司都来沟通了 林之行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万万没想到 以后自己的歌曲会出现在游戏中 两家都可以卖 但如果想要独家版权的话 价高者得 好 我这就去跟他们沟通 等董臣离开之后 林之行按耐不住 点开了之前自己发的微博 又点开了微博热搜榜 看了一圈 歌曲广受好评的同时 出现了一个怪现象 当自己的身份公布后 再没有一个摇滚歌手 顶自己顶着首歌 之前发微博吹着首歌的摇滚歌手们 很多都删掉了夸赞的微博 唉 林之行无奈地叹了口气 可以承认国外对手很强 但自己人不可以 晚上十一点 酒店房间内 好困 忙碌了一天的林之行 洗过澡 用风筒吹头发的功夫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尖叫 林哥 你快看 董臣激动地从床上爬了起来 鞋子也没顾得上穿 小跑者将手机拿给了林之行看 什么啊 林之行接过手机 瞅了一眼 世界杯主题取排行榜 是上次油管网发的排行榜视频 点开视频瞅了眼 齐开得胜 依旧排在最后一名 VUERICIO这首歌并没有加进去 林之行指着手机 差一问道 让我看什么呀 这不跟上次的视频一模一样吗 哥也没加进去拿第一 本就不是世界杯主题曲 没加上去 也情有可原 董臣笑着伸手指了指 你看评论区 林之行点开评论区 感到非常意外 热评第一名 VUERICIO这首歌 超过了排行榜里的所有歌曲 这条热评的点赞 居然比视频的点赞 还高出一万赞 林哥 这条热评不是亮点 董臣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解释道 真正的亮点是 这个视频的作者 也点赞了这条热评 你用实力打服了他们 两日后 好运办公室内 VUERICIO这首歌又冲上了热搜榜 这次上榜的原因 是因为华国国足的赛后言论 VUERICIO在受到全世界球迷的欢迎后 华国足连将这首歌定位了 每场比赛必放的曲目 虽然只在中场休息时有音乐 但在比赛时 也会有球迷自发进行合唱 拜北给叙利国的国足 赛后采访环节 直言点球大战 受到了全场合唱 VUERICIO的干扰 太特么不要脸了 董臣看见这条微博热搜 鼻子都气歪了 林哥 我想发微博对国足 连在战乱中的叙利国都能输 还有连找借口 本国举办世界杯 你上微博骂街国足不太好 回击这是交给我吧 林之行安抚董臣后 编辑了一条微博发了出去 如果国足在后天的比赛 能战胜韩队 我个人奖励国足一个亿 微博已经发出 全网校风 欧耶哥用这种方式 表达了对国家体育的支持 同时又不损失一毛钱 高明 什么叫林成本爱国 欧耶哥做到了 漂亮的回击 哈哈 今天是星期四 电影《霍原甲》 宣传了许久 终于到了上映的日子 一达电影院内 助理导票房大卖 也助你音乐大受欢迎 林之行受导演李文书的邀请 一同来电影院观影 感受最直观的观众反馈 他们选择了观影效果 最好的第八排中间座位 我来看这电影 就是为了听欧耶哥的新歌 我也是 据说歌曲把新四大 天王张远舟的歌压下去了 一定会非常不错的 听着身边观众的讨论 导演李文书略有些尴尬 很快 电影开始 霍恩帝是远近文明的标识 一手霍家全 威震武林 少年霍原甲 体弱多病 父亲本不愿让他习武 出使霍原甲 还遵从父亲的意见 后来父亲 与金门肇事比武 一指生死撞牵下 生死在天 但霍父偏偏在关键时刻 收了手 被肇事打下擂台 自此变强的信念 便在霍原甲心中深重 与之一起种下的 还有仇恨 自那以后 霍原甲偷露霍家全 天天苦练 终成高手 二十年后 终能亲手挫败肇事 那天晚上 在霍父的灵堂前 霍原甲说了这么一句 爹 当年你的拳不够快 更不够狠 电影院观众们 看到这里惊呼 霍 林前训爹第一人 之后的霍原甲 如日中天 越发狂妄嚣张 连续向京城所有高手 签下了生死状 站在擂台之上 霍原甲指着台下放话 别那么麻烦了 所有签了生死状的一起上 众高手们一拥而上 然而 在霍原甲手下 全都撑不过两个回个 便被打下擂台 恰在此时 音乐响起 先入耳的是鼓声 有缓到急 紧接着琵琶声随之而起 杀伐之一四起 观众们顿感情绪 随音乐激荡 就在这时 二呼声拉响 振奋 激昂 悲凉 一股誓死如归的感觉 油然而生 哼 命有几回和擂台等着 生死状赢了什么冷笑着 天下谁的第一又如何 纸干歌 我背上武德 听见林之行的歌声 电影院大半观众 都举起了手机 拍摄录制 小城里岁月流过去 清澈的勇气 是戏枪 配合着电影画面 观众们瞬间 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欧夜歌这个戏枪太酷了 我现在超喜欢戴戏枪的歌 紧接着 霍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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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未尽 发朋友圈猛吹的同时 还在不停地回味着 影片里 霍元甲因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了代价 痛不欲生的霍元甲隐姓埋名 沉淀下来的他 渐渐悟到了武学的真谛 恰逢 京城被占领 国人饱受欺凌 霍元甲在报纸上看见了国外舞者 横扫华国舞者的消息 并声称 华国人都是东亚病夫 霍元甲再次登上擂台 挑战五国舞者 打斗过程中 音乐再次响起 昏睡百年国人见一醒 睁开眼吧 小心看吧 历来强盗要侵入 最终必送命 林之行激昂的歌声 配合着影片霍元甲 打得五国舞者连连败退的场面 观众们感到热血沸腾 万里长城涌不倒 千里黄河水滔滔 江山秀丽蝶踩风铃 问我国家哪项染病 五国舞者全部被打趴 霍元甲将东亚病夫的牌匾 一脚击碎 并大喝一声 华国人 不是东亚病夫 全场沸腾 金门第一响彻舞馆 电影至此结束 一拳家破人亡 一拳国民自强 好 电影太棒了 必须安立一波 掌声响彻电影院 让导演李文书感到意外的是 观众们尽无一人离开 都在看电影字幕 并举着手机拍摄 这一现象太少见了 他们是在看演员表吗 字幕滚动 插曲 印象曲 配乐 片尾曲 霍元甲 万里长城 永不倒 作词 林之行 作曲 林之行 编曲 林之行 天哪 这两首音乐配得绝了 难怪会取代张远舟的歌 太为电影加分了 终于知道歌名了 这一泡尿给我憋的 溜了溜了 清楚歌曲名字后 观众们一窝蜂地离开了电影院 李文书 出了电影院 李文书握住了林之行的手 笑着道谢 小林 谢谢你陪我来看首映反馈 啊 林之行心里反问 今天不是你陪我看歌曲反馈吗 五小时前 滚冰唱片公司 听说了吗 电影 霍原甲 今天就要正式上映了 知道 还知道咱们公司那个匠中 非要把他之前为电影做的专辑 在电影上映同时发出来 张远舟是真字不量力啊 敢跟林之行 硬刚笔歌 敢称 双雄都不是他对手 连我都要比起锋芒 老刘 聊天请不要顺带吹捧自己 林之行那个家伙 恐怕只有巅峰的我 才能与之抗衡 六 新四大天王之一的张远舟 因为脾气古怪 骨子里就有一股傲劲 在公司里 非常不受同事们的待见 得知张远舟的对手是林之行 同事们议论纷纷 几乎所有人都看摔他 等着看他的笑话 一群胆小鬼 他有什么可怕的 张远舟清楚 最近同事在议论自己 十分反感他们 在微博上为歌曲做宣传的同时 心里暗暗较近 等我赢给你们看 霍原甲电影首映结束后 相关话题很快冲上了 微博热搜榜第一名 霍原甲电影真的好看 两首配乐也同样精彩 强烈推荐这部电影 话题评论区好评一片 观影过的观众狠狠共情了 同意 霍原甲 歌曲太魔性了 我现在已经被洗脑了 霍霍霍霍霍霍 说电影是这首歌的MV有些夸张 但有这两首歌的助力 对票房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更喜欢 万里长城永不倒 这首歌 歌曲配合电影情节 成功积极我的爱国情怀 祝电影票房大卖 希望霍原甲 和万里长城永不倒两首歌 快些上线音乐平台 凌晨两点钟 某高档公寓内 我倒要看看 你哪里比我优秀 一觉睡醒的张远舟 洗了把脸 振奋了一下精神 随后坐到了电脑前 打开了枪版电影网站 开启了二倍速观影 刚看了五分钟 他眉头紧促 在电影评论区 敲上了一行字发了出去 录制手不要抖 尽量用一万元以上的相机拍摄 才能保证音质和画面清晰度 虽然我没去现场看 但不代表 我没有标准和追求 这画质都采纳 这网站迟早要玩 张远舟一边吐槽着 一边继续观影 待电影到了霍原甲一战成名 威震京城 音乐恰是响起 听了霍原甲歌曲前奏 他眉头微微一皱 大鼓 鼓针 电子鼓 二胡 架子鼓 电吉他 笛子 贝斯 琵琶 居然用了九种乐器 还有搓叠声 十种声音结合在一起 但听着丝毫不乱 确实是有一定水准 自己的歌全部用了中式乐器 在丰富度上差了一些 哼 命由几回和擂台等着 小城里岁月流过去 霍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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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 霍家全的套路招式灵活 金句花旦的唱腔 与摇滚乐的碰撞 即完美展现了曲风的多样性 还符合了电影的主题 听完歌曲的张远舟 眉头越粗越紧 他觉得歌曲有些闪光点 自己也曾想到过 但没有融合进歌曲 此刻的张远舟 满脑子都是刚刚的歌曲 已无心在观影 他滑动鼠标 直接将电影拉到了最后 霍原甲对战国外舞者 万里长城永不倒 歌曲响起 万里长城永不倒 千里黄河水滔滔 江山秀丽蝶踩风铃 问我国家哪向染病 歌曲听完 张远舟觉得 这首歌并没有刚刚的那首歌 音乐性丰富 但盛在调动情绪上 非常契合电影情节 电影结束后 张远舟盯着电脑屏幕发呆 眉头拧成一块 够加起一根笔了 虽然他骨子里有股傲劲 不愿意承认 其他歌手比自己优秀 但作为音乐创作者 太明白歌曲间的差距了 谁准高下立判 难怪导演李文书 会选择跟他合作 这两首歌 确实要比自己创作的优秀 但他觉得 自己并不是完全输给林之行 至少在演唱方面 自己是更优秀的 这 听完两首歌曲的张远舟 虽然早已做好心理准备 但点开自己为电影写的歌 还是被数据着实吓了一跳 播放量一百万 收藏数两万五千多 评论数两万七千多 评论比收藏的人还多 这意味着 评论区已经被攻陷 评论大多会是歌曲的对比 嗯 张远舟战术性喝了两口水 随后硬着头皮 点开了歌曲评论区 兄弟 听听林之行写的歌吧 不服你也是说了 如果没有 或远甲 万里长城永不倒 我会觉得你这首歌不错 可惜没如果 注意在前 这首歌真没法听了 我不能给你收藏了 张远舟伍着胸口 鼠标滚轮滑动了十几秒 才终于找到了一条好评 还是自己的粉丝留言的 没有什么参考性 五分钟后 他来到了镜子前面 正了正一领 喃喃道 其他人不敢做的事 你敢做 你已经赢了 下次你会赢他 凌晨两点钟 我是歌王 决赛前夜 参加完电影首映的林之行 回到酒店后 躺在床上净失眠了 回想起刚来参加这档节目 被众奇戏歌手围攻 险些淘汰掉 到如今杀到了决赛 真的很不容易 拟定的明日比赛计划是 先用贝加尔湖盼 淘汰掉音乐诗人方剑 让他活在自己的阴影里 再用缘分一道桥 与大魔王一较高下 林之行虽然对这两首歌很自信 但想到他们两人 同样会拿出最强的歌柄 使出全力 还是有些担心 林哥 多凌晨两点了 怎么还不睡 不好意思 我翻身吵到你了是吧 没有 我也不困 是因为比赛紧张吗 有一点吧 林之行如实坦白后 调整了一个舒服的睡姿 便不再翻身 叮了档郎 叮了档郎 房间里突然有一响 林之行睁开眼下了一跳 只见董辰赤身裸体光着个屁股 正在围着床小跑 董 你叮了档郎跑啥呢 董辰摘下了手串 道 林哥 还记得当初咱们俩的约定吗 你要是夺惯了 光着屁股 围车库跑三圈 我说你夺惯我光着屁股 陪你跑三圈 林之行捂着脸 有些哭笑不得 当初根本没抱夺惯 希望随口一说 没想到他还真记在心里了 董辰凑到林之行身边 一脸认真道 我现在正在练习 你懂我的意思吧 这种激励方式 还真的做到了 让林之行不再焦虑 他翻身坐起 攥了攥拳头 保证道 谢谢 明天我会拿下冠军奖杯的 次日清晨 林之行早早就起床了 冲了个冷水澡后 他从背包里 翻出了一条紫内裤换上了 这条紫内裤 不是一般的紫内裤 而是曾经在组合的诞生 决赛时穿过的紫内裤 仅穿过一次尚未洗过 拥有冠军气息 他希望今晚跟当初一样 自己指定能行 换完了衣服 离去机场时间还早 他掏出枕头下的手机 点开了微博 微博评论里 全是粉丝们送上的祝福 加油耶哥 今天你们一定会拿下冠军 相信自己 你们会做到的 奉妻无同 你们妈时候 拿下歌王的称号 就在今天 就在今天 林之行看着一条条粉丝 鼓励自己的话 感觉身体一点点蓄满了力量 受到鼓舞的他 点开了微博个人资料 在个性签名一栏 填上了一行字 须知少日拿云志 曾许人间第一流 晚上七点半 护士 我是歌王 录制大楼外 手拿海报 灯牌 应援棒等诸威道具的 500位现场观众 正在有条不紊的排队入场 为保证比赛的公平性 不受歌手个人人气的影响 节目组去掉了网络人气投票 将现场观众的投票 添加了进去 500位观众 统统是微博中奖的信任 他们高举着爱豆的灯牌 对今晚的比赛 充满了期待 歌手后场室内 三强的选手 都画好了妆 画好了着装 此刻无一例外 都在做着发声练习 要奋力拼搏 为自己的 我是歌王 之路 画一个完美的句号 大家晚上好 导演红波挥手走了进来 看着节目最后剩下的精英们 笑着说道 我来说一下 等你们走向舞台通道 通道里的主持人 会递过话筒 你们要说出赛前宣言 我这里有母版 希望你们能取得心意的排名 我就不需要母版了 我自己想 林之行摆手拒绝 连赛前宣言都要用母版 那还当什么文超公 鸽子 紧张吗 林之行瞅着身旁 正在练声的宋哥问 不紧张 宋哥摇了摇头 眯着笑眼问道 我们会一起拿下冠军是吗 当然 晚上八点整 在现场导演的一个手势下 大厅瞬间安静了下来 我是歌王 决赛直播录制正式开启 最近三天 我是歌王 节目组砸了大家的宣传费 为决赛造势 节目刚一开播 直播间谈幕瞬间飘满了屏幕 第一 沙发 剑哥 拿下第一名吧 大魔王 今晚是你的舞台 去捍卫他吧 我是歌王 不能没有宋哥 就像 我是歌王 不能没有偶叶哥 总导演办公室内 红波看着直播间初始数据 感到十分的激动 目前的在线人数是700万 今夜破1000万的在线人数记录 应该是没有问题 舞台灯光闪烁 在观众热情掌声中 主持人何灵 笑着挥手走到了舞台中央 站在了观众们的面前 节目组怕歌手主持分散精神 特意花大价钱 请来了口碑与实力俱佳的何灵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收看 我是歌王 决赛的直播现场 我是主持人何灵 在一番开场白后 林之行拿起手卡 介绍到 接下来 有请首位出场的歌手方健 带来歌曲 三声有你 大家掌声欢迎 话音刚落 台下便响起热烈掌声 方健的粉丝们 疯狂摇晃着诸威道具 哇 这首歌是成名作 终于要唱这首歌了 我期待了好久 唱这首歌 必会晋结 感受着观众们的热情掌声 方健挥手 走到了舞台中央 西装革履的他 风度翩翩 谦谦君子的形象 让人很有好感 在观众们的期待中 他缓缓开了口 方健的声音里 有一种天生的理智与沉静 纯净清零 不染烟尘 空灵的歌声 很快便将观众们 拉入他的歌曲世界里 并享受其中 他深知自己的抒情歌 想赢王家威夺歌王头显很难 今晚的第一首歌 他便选择了准备的 两首歌里最好的 并全力以赴 目标是 淘汰凤漆无同 成功晋级 歌手后场室内 听着方健的演唱 林之行与王家威四目相对 都微微点了点头 看来决赛的强度提前来了 很快 随着一个婉转悠扬的长音 方健完成了演唱 台下掌声雷动 音色太干净了 配上这副外表 简直是当代才子典范 不愧是音乐诗人 唱得太精彩了 第一首就这么棒 近几稳了 方健向支持自己的观众们 鞠躬致谢 心里暗道 这便是醉酱的我了 感谢方健的演唱 主持人和林登台 微笑抱慕道 下面有请凤七吴童 为大家带来歌曲 贝加尔湖畔 大家掌声欢迎 话音刚落 歌曲信息出现在了舞台荧幕上 贝加尔湖畔 凤七吴童 作词 林之行 作曲 林之行 编曲 林之行 加油 你们一定会晋级的 定 系统任务困难难度开启 成功获得 我是歌王 歌王头衔 完成奖励 地球随机歌曲一首 选歌卡三张 三张选歌卡 给这么多 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 林之行感到十分意外 看来今晚有场硬仗 要打了 林之行与宋歌手牵手出场 走进通道内 等候已久的主持人 递过了话筒 面对镜头 接过话筒的林之行 目光坚定到 人的生命里 有两个重要时刻 一个是你出生 另一个 是你知道为何而胜 我认为 我们就是为了冠军而胜 冠军 冠军 舞台灯光变幻 红光像火 粉光像霞 黄光四电 宛如流动的琥珀 出场的凤漆 梧梧桐轮廓 镶嵌在一片璀璨光影之中 站在舞台中央的林之行 无意间一瞥 颇为意外 刚刚在方间站定的位置 居然出现了一个黑色的球形发光体 走上前 触碰到的瞬间 演唱技巧 情绪 熟练度 加一点 当前 情绪B 五十分之四十五 又到了一个新提升阶段的预值 演唱情绪的实力 谢谢剑哥 我将用醉酱的实力打败你 在灯光暗淡下去的同时 一身黑色西装 身姿鼻挺的林之行 跟场下的乐队老师们点了点头 钢琴手奏响琴剑 流畅的前奏轻轻响起 之后 首风琴美女 笑意盈盈地无缝加入 优美旋律 让全场的情绪 第一次开了一小锅 哦耶哥就是穿得严严实实 也给人很性感的感觉 哇 这个前奏真绝 真的有众在贝加尔湖畔 看着波光灵灵的湖面 吹着风的感觉 为大家科普一下 贝加尔湖总容积 23.6万亿立方米 最深处达1637米 是世界第一身湖 欧亚大陆最大的淡水湖 湖长636千米 平均宽48千米 面积为3.15万平方千米 屏幕外 某高档公寓内 被淘汰出局的郭家河 早早便守在了电脑前 他把淘汰凤漆无同的愿望 寄托在了方剑和王家威的身上 当他看到方剑唱出了成名作 三生有你的时候 心情十分的舒畅 嘴角也久违地翘起 当他听贝加尔湖盼前奏 知道是一首抒情歌时 立刻起身离开电脑前 小跑着去酒柜里 拿了一瓶香槟放在了电脑旁 不拿出燃起现场的歌 用抒情歌跟醉酱的音乐试人竞争 你们是真勇啊 郭家河嘴里嘟囔着 笑着抄起了桌子上的开瓶器 这瓶香槟为你们而开 华丽的舞台中央 歌曲缓缓进入主歌部分 低头酝酿情绪的灵之行 举起话筒 唇角倾起开了口 在我的怀里 在你的眼里 那里春风沉醉 那里绿草如荫 他的声音算不上彻底的通透清亮 偶尔会有一字半句的沙哑 就好像隐藏在瀑布下 大大小小的碎石 却总能反弹出一些 意料之外的惊喜 这几个细细碎碎的发音 没有大川大河的波澜壮阔 却比小溪浅谈 更涉人心魄 一开场 仅用短短26个字 便描绘出一幅男女依偎在一起赏景的画面 将观众们情绪带入其中 歌手后场室内 旋律好美啊 前奏一响起 方剑便被这首歌曲深深吸引住了 觉得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美 同时 他发现灵之行的唱功又得到了提升 既然有这般实力 之前为什么不展现呢 难道是 实力不详 欲强则详 他们的这首歌 跟自己的演唱风格非常像 抒情歌现场版唱 不赢王家威的 看来是想用同类型的歌曲 跟自己先奋出胜负 好 那就来战吧 方剑直了直身子 看着屏幕里动情演唱的灵之行 心里暗道 今晚用同类型的歌曲能赢我 音乐诗人这个头衔 便摘给你 华丽的舞台中央 一袭白裙的颂歌 转身面向了灵之行 缓缓举起了话筒 两人深情对视 就像歌曲中 那对深爱着彼此的恋人那般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两个人的篝火 照亮整个夜晚 他的声音 如同云端漫步轻缩 如同微风轻浮脸颊 有种春雨无声润雾的感觉 将聆听者 带入仙境般的湖畔美景 彭扶置身于其中的浪漫故事 场下观众们 听这首歌 感觉自己就站在湖畔的草坪上 夜空中的星星 一颗比一颗亮 身边站着所爱之人 用好温柔的眼神 注视自己 两人一唱一和 优美的歌声 将直播间引爆了 欧耶哥的声音 也许不是最好听的 唱功也许不是最顶级的 但是他能把歌唱活 把故事用歌声唱出来 很厉害 第一次知道 贝加尔湖是高中地理 世界上最深的湖 第二次知道 贝加尔湖是欧耶哥这里 一个有诗的远方 虽然我不是音乐方面的专家 但我还是想要发表一下 我的观点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分析后 我其实也不知道 要怎么评价 正如我一开始说的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歌手后场室内 太美了 人美声音也美 王嘉威看着屏幕里 动情演唱的颂歌 十分的欣赏 他觉得宋哥的声乐功底 太扎实了 深情歌词 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 声音美到 甚至可以无需伴奏地辅助 他的人生 便是最动人的乐器 可怕的是 这类抒情歌 还并不是他最拿手的 加油晋级吧 有这样的一位强悍对手 王嘉威感到十分兴奋 心里默默祈祷 希望下一轮 能与宋哥对战高音歌曲 多少年以后 如云般游走 那变换的脚步 让我们难牵手 这一生一世 有多少你我 被吞没在月光如水的夜里 林之行与宋哥的合唱 就像是歌词照进了现实 两个人的声音 一个温柔如月光 一个深沉如湖水 两道声线完美融合 守风琴的清零 带人到湖面 和声把人拉入高潮中 转音令人流连忘返 评委席 歌写得太好了 吕良山非常喜欢这首歌 感叹林之行强大的创作能力 上面八句勾勒出的美景 很快被刚刚四句轻易抹去了 原本以为的 HE被轻易地改为了B 他本不喜欢喜头卑微 但换一种思考方式 觉得这首歌更神了 如果这首歌的作者是贝加尔胡 那真是绝了 贝加尔胡见证了一堆恋人的爱 也见证了两人的分别 但他永远只能以一种平静的语台 叙述他现过的一切 就像舞台上的歌手一样 啪 吕良山拍下了家票键 然而机器并没有反应 他这才反应过来 决赛将家票环节取消了 评委十票占比改为了五票 且只能在所有歌手演唱完成后 才能投票 但这一画面被镜头捕捉到了 他对凤气吴同的认可 观众们都看在了眼里 观众席 小宋沉浸在歌曲中时 无意间一瞥 竟发现身旁的男朋友哭了 他感到十分意外 男朋友是一个性格非常刚强的人 相恋十年 从未陷过他流一滴泪 没想到 今天居然被一首歌感动哭了 哟 男子汉听歌听哭了呀 小宋用肩膀撞了下男朋友 眯着笑眼问 不是因为哥 男朋友擦了他眼泪 钻拳激动到 贝加尔湖在华国古书里 被叫做北海 苏武牧羊就在北海 汉武帝时期 风狼居须也打到了北海 当我们华国人的祖先 和北海发生关系的时候 毛子人在哪呢 他们的祖先 还在斯堪蒂纳维亚的 山洞里穿兽皮烤火呢 我作为一个华国人 对毛子战友贝加尔湖 是不服的 小宋 多想某一天 往日又重现 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 多少年以后 往事随云走 那纷飞的冰雪 容不下那温柔 华丽的舞台中央 林之行与颂歌演唱 渐入佳境 观众们听得十分投入 在安静的背景下 每一个呼吸 每一丝情感都被放大 更直接地触动了听众的心灵 那春风沉醉 绿草如荫 清澈又神秘的迷人风光 和那两人中的篝火 点燃了观众们 对贝加尔湖的心持神望 这一生一世 这时间太少 不够证明融化冰雪的深情 主歌部分向微风拂面 而高潮部分向海水涨潮 将观众们的情绪提高 观众席 刚刚的歌词 戳中了无数观众的心 当多年以后物是人非 身边人不再是当初那个 想着一生一世的人时 再回想起 当年留过深爱痕迹的 贝加尔湖盼时 所想起的大概就是这 一生一世时间太少 不够来得及对仙诺言吧 宝贝 嗯 明天我们就去贝加尔湖吧 一首歌还未结束 凤气无同 便凭借着出色的演唱 勾起了无数观众 对贝加尔湖的憧憬 导演办公室内 940 950 会突破1000万吗 会有奇迹吗 红波万眉想到一首抒情歌 能让直播间的数据猛增 如果有歌手在演唱时 能突破1000万的纪录 他愿意刻一个 就在某一天你 忽然出现 你清澈又神秘在贝加尔湖盼 你清澈又神秘 将贝加尔湖盼 歌手后场室内 先描绘两人在一起 识得幸福 中间描写 分开无法相见的遗憾 最后 终究还是浪漫的 安排了美好梦境的出现 妙啊 听完了整首歌的方健 对林之行的创作水平 佩服得不行 整首曲子像是毛子民谣 带着一丝苏式的悲壮 和深邃的浪漫 虽然曲调平缓 但歌曲有着高级的美感 和画面感 搭配林之行富有灵性的歌词 让整首歌曲 成了一首音乐诗 能回味很久 我说了 方健觉得 自己已经被打败了 林之行确实知道音乐诗人这个称号 他从兜里摸出了手机 点开了记录灵感的变迁 找到了一首名位 西湖畔 的歌曲 扫了一眼歌词后 方健轻叹了一口气 明明是刚出道不久的新人 不知道为何 他总觉得 自己活在林之行的创作阴影里 评委席 黄霄直勾勾地盯着林之行 眼里透露着欣赏 他非常喜欢这首歌 尤其喜欢两个人的篝火 照亮整个夜晚这句歌词 篝火不会照亮整个夜晚 那是情欲 爱欲之火 燃尽了夜的沉寂 因为两人知道今夜过后 又将是无尽的等待 他觉得 林之行的作品 是一幅幅静止而流动的画面 像是美国地理杂志优美的风景画 又像是BBC拍摄的精湛的纪录片 如果方健是音乐诗人 那么林之行便是音乐画家 一直支持郭家河的特殊评委 韦东霖 在今天的不记名投票规则下 也打算将票数投给凤妻吴童 歌曲听到最后 观众们汗毛是竖起的 浑身是瘫软的 目光是专注的 神情是涣散的 刚刚经历了饕贴盛宴一般 带着一丝绝望享受着 带着无限的享受绝望着 歌曲伴奏都已经结束了 现场很多观众 还闭着眼沉浸在歌曲中 不愿意醒来 哥们 该投票了 请别叫醒我 我在贝加尔湖畔 现场观众们 直到主持人和林走上舞台 才从歌曲中醒来 立刻送上了如雷般的掌声 与欢呼声 歌曲太美了 冠军 冠军 这是我听过最美的抒情歌 感谢欧耶哥 你走以后 我看世人皆向你 有多少 爱恋今生无处安放 愿有岁月可回首 且已深情共白 屏幕外 某高档公寓内 不是吧 一直闭眼倾听的郭家河 心中突然生起了一丝不好的预感 感觉凤气无同 可能要成功晋级 两首歌 他都有非常认真的听 明明自己心里是有偏见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 还是觉得凤气无同演唱效果 要比方剑的效果好 别输给他们 郭家河瞅着桌子上打开的香槟 脸色铁青 如梗在喉 华丽的舞台中央 感受着现场观众们的热情 林之行和宋哥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笑 全力发挥后的他们 相信自己会成功晋级 感谢凤气无同的精彩演唱 主持人何林报幕道 下面有请王家威 为大家带来歌曲 歌手后场室内 小林 你歌曲创作得太棒了 方剑冲林之行 竖起了大拇指 并把他拉到了自己的身边 眼中露出一丝渴望道 我特别喜欢你今晚唱的 贝加尔胡畔 还有曾经唱过的 传奇 我觉得 自己跟这两首歌 有特殊的缘分 说着 他将自己手机里的便签 拿给了林之行看 西胡畔 传说 看完便签的林之行 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可不可以跟你商量一下 这两首歌的翻唱版全卖给我 剑哥 对你免费 大魔王 大魔王 舞台灯光变换 冠军强有力的争夺者王家威 在粉丝们的呼喊声中 迈着自信从容的步伐 来到了舞台中央 在万千观众们的期待中 在激昂的旋律中 他举起话筒 开启了演唱 今晚他演唱了一首摇滚歌 气势如红的歌声 让现场观众们 情绪直入云霄 不由自主地陶醉在其中 评委席 一三到一六 这唱功太惊人了 吕良山听着王家威的演唱 心中暗挑大拇指 对于普通歌手来说 能驾驭两个八度的音域 已属不易 而王家威 能够轻松覆盖三个八度 堪称华语女歌手中的 音域怪物 他天生还拥有一副 柔韧有力的声带 加上科学系统的训练 练就了金属质感般的 金属声带 唱摇滚歌效果极佳 很快 他便把现场气氛 推向了高潮 不愧是大魔王 太将了 他唱自己适合的歌 就是这个舞台上绝对的王者 歌手后场室内 认真聆听的林之行 想到下一首歌 将比这首歌还要强 顿感一股莫名压力袭来 同样被大魔王实力震撼到的方剑 身子向后缩了缩 目光落在了一旁 宋歌和林之行的身上 凭刚刚的演唱发挥 想到与王家威对战的 大概率会是他们 不禁替他们捏了把汗 之行 你想拿歌王头衔吗 林之行一愣 扭头看向身旁盯着屏幕 敏唇若有所思的宋歌 重重地点了点头 当然想了 宋歌收回视线 扭头认真道 那咱们下首歌伸回原调吧 拼一把 不然很难赢他的 林之行沉默片刻 脸头起身道 好 现在跟我去趟化妆间 准备的缘分一道桥 林之行照原版是进行了降调的 原版力红 为了演唱出的效果 用的是女声K 换声点以上难度太大 听起来有种力不从心的感觉 有些和谈不是很大 而谈的演唱 更多带有戏曲唱法 情绪更为直接 张力也更足 因为这个 网上还出现了热评 王力红 这是娘们 谭维维 这是爷们 林之行用原版调唱出来的效果 跟力红唱出的效果 很像 害怕不懂音乐的500位现场观众 给自己打低分 所以才选择了降调求稳 但正如宋歌所说 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不把调声回去 大概率是赢不了大魔王王家威了 化妆间呢 来化妆间干嘛 宋歌被林之行喊来化妆间 挑眉诧异地问 林之行清了清嗓 焦急道 抓紧时间 咱们现在用原调 练习一遍吧 你要拿出比赛的镜头 好 时间紧张 半首歌后 林之行瞅了瞅宋歌的脚下 并没有期待的鸽子弹出现 当前 演唱技巧高音B 50分之42 唉 就差三点熟练度 高音就突破到一个新的阶段了 林之行临阵前想试一试 是否会有奇迹出现 好让演唱效果更佳 然而 天不遂人愿 奇迹并没有出现 别紧张 知行我相信你 宋歌瞧出了林之行的焦虑 踮起脚尖 水润的唇瓣印在了他的脸颊上 走吧 现在我们去拿歌王头衔 林之行瞪大了眼睛 瞅着宋歌坚定的背影 摸了摸被亲一侧的脸颊 觉得此刻的自己 实力大增 华丽的舞台中央 随着王家威一个完美的转音 一场摇滚的盛宴完美结束了 现场气氛火热 大魔王 冠军 大魔王 冠军 台下掌声雷动 粉丝们高呼着冠军的口号 导演办公室内 980万 990万 985万 哎 就差那么一点 红波看着直播间实时数据 就差一点便突破记录 狂躁地抓了抓头顶地中海 郁闷得不行 屏幕外 某高档公寓内 还得是大魔王 还得是国家队 听了王家威的演唱 郭家河兴奋地从电脑前站了起来 双手合十 闭眼鞠躬 加油啊 求求你干掉凤气梧桐吧 保姆路过房间 无意间一瞥 吓了一跳 房间里又是符咒 又是小人 像是做法的现场 少爷魔杖了 我是歌王 录制现场 感谢王家威的精彩演唱 主持人和领首持投票器 为现场观众们讲解到 喜欢方剑的演唱请按下数字1 喜欢凤气梧桐的演唱请按数字2 喜欢王家威的演唱请按数字3 下面我宣布投票现在开始 33333 1111 助力剑歌晋级 222 82的全是我爸爸 没有投票权的直播间观众们 刷着谈幕支持 从谈幕数量上来看 凤气梧桐与王家威的支持者 占多数 在主持人和领的一番赞助商广告后 后台工作人员将统计好的票数 递到了他的手里 好 票数已经统计完成了 下面请三位歌手重新回到舞台 在观众们的阵阵掌声中 三组选手按出场顺序 笑着挥手来到了舞台中央 嗯 刚登台的林之行 低头无意间一瞥 心率顿时飙升 就在自己脚边不远的位置 有一个紫色柱形的发光体 看情况应该是刚刚王家威演唱后掉落的 高音 高音 林之行心里默默祈祷 并向不远处的发光体迈步 在脚尖处碰到的瞬间 定 演唱技巧 高音 熟练度加三点 当前 高音币 五十分之四十五 Yes 林之行胸口剧烈起伏 侧目看向身旁跟粉丝挥手的王家威 心里道 感谢大魔王的助攻 随着和林拆开装有票数的信封 舞台灯光有暖色便为了冷色 现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下面 我来宣布投票情况 现场观众的投票 方剑获得了100张 凤气无童 获得了195张 王家威获得了205张 500位评委 加上三位特殊评委 一共515张票 其中 方剑获得了150张 王家威获得了175张 凤气无童 获得了190张 两者票数相结合 恭喜凤气无童与王家威晋级 听完和林宣布完投票结果 林之行满脸的难以置信 自己居然以5票的优势 在半决赛领先了大魔王 好消息 半决赛以微弱优势领先了大魔王 坏消息 在决赛 可能要逼出最强大魔王 凤气无童 冠军 凤气无童 冠军 台下粉丝们可算逮到机会了 疯狂鼓掌呐喊 屏幕外 某高档公寓内 190加195-175 加205等于415 嗯 郭家威看着手中计算器的票数 抹撒着下巴 陷入了沉思 190加195-175-205等于5 草 计算器从郭家威的手中滑落 他彷扶被抽签了灵魂 整个人摊在了椅子上 双眼空洞 特么的 抒情歌现场版把摇滚给赢了 舞台中央 王家威听见这个投票结果 心里并没有什么波动 相比于听个热闹的观众 评委们是按照歌手水准打分的 贝加尔胡畔 非常的优质 可以说在抒情歌里都是上乘之作 说给这首歌在情理之中并不意外 但看着台下 粉丝们失落的神情 他默默攥紧了拳头 是要拿下歌王的头衔 不让粉丝们对自己失望 剑歌被淘汰了 好难过 我的音乐是 千千君子 真的好希望你能夺冠啊 剑歌别哭 我永远支持你 方剑的粉丝们此刻很失落 对他的离开难以接受 有几个女粉丝甚至哭出了声 主持人和林递过话筒 问道 方剑 即将要离开这个舞台了 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说吗 方剑接过话筒 望着台下粉丝们 抿嘴笑了笑 他心里早有被淘汰的准备 欣然接受这个结果了 面向王家威与林之行 伸手指道 首先我要夸赞一下我的对手 他们都太优秀了 小林 一个创作的天才 刚刚贝加尔胡叛 这首歌非常美 我觉得他才是音乐诗人 话音刚落 台下一片哗然 牛啊 音乐诗人的认可 接力棒在此刻交接 你们两个都是音乐诗人 一旁的林之行连连摆手 自己的能力全靠开挂 这个当众赞扬 受之有愧 打断一下 评委席 黄霄笑眯眯地举起了手 会拢过所有人的目光后 他开口道 方剑 你的音乐作品 和优美嗓音 带给了大家美的享受 你是音乐诗人 无庸置疑 林之行 我觉得他是音乐画家 他会出了一首 又一首美丽的音乐作品 呈现给观众 同样优秀 港城双雄之一的黄霄 说话很有含金量 作品不谈 方剑优美的歌声 就像吟诗班悦尔 确实比林之行更适合 音乐诗人这个称号 音乐画家来形容 林之行这个 创作万花筒 也同样准确 他的这个说法 得到了在场所有人的认可 包括方剑与林之行 两位当事人 音乐诗人 音乐画家 双方粉丝们 配合着呼喊着台上 两人的外号 方剑与林之行 相视一笑 都微微点了点头 认可了粉丝们 对自己的称呼 定 情景已触发 恭喜宿主 获得歌曲 画 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 林之行瞪大了眼睛 感到十分意外 歌曲 画是民谣歌手赵雷的作品 在一档原创音乐节目 中国好歌曲 中首秀 获得了热烈的反响 此刻激动的林之行 很想开口唱歌 画一个 画十个 画一百个姑娘陪着我 再画个女中医调理我 画上不羁语堕落 姑娘来自不同的国 台上的方剑 又赞美了宋哥与王嘉威 最后感谢了支持自己的粉丝 在掌声中 挥手离开了这个舞台 耀眼的聚光灯下 经过重重突围 台上只剩下凤七吴童 与王嘉威两组歌手 等待他们的是 最后的巅峰对决 好 我宣布巅峰对决现在开始 究竟谁能获得歌王的头衔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主持人何林 话音刚落 舞台中央荧幕上 两组选手的头像 开始滚动 十秒倒计时结束后 首位演唱的歌手出现 歌手王嘉威 为大家带来歌曲 天王 话音刚落 台下粉丝们欢呼声响起 哇 居然是这首歌 冠军滚了 终于舍得 拿出最将的歌曲了吗 现在来接管比赛吧 古希腊掌管音乐的神 渐进的音乐 伴奏声响起 当低头酝酿情绪的 王嘉威睁开眼 举起话筒时 镜头给了她一个特写 屏幕外 观看直播的 王嘉威师妹弹盈盈 手里的爆米花 掉在了地上 喉咙滚了滚 这个表情 这个坚定的目光 她只在音乐春晚的舞台上献过 师姐要使出全力了 华丽的舞台中央 我羡慕你的爱气势如红 像个人气高居不下的天王 王嘉威一开口 观众们旁扶坐上了火箭般 在歌声中 体验了指冲云霄般的快感 歌手后场室内 林芝行与颂歌对视了一眼 脸上都露出了惊恶之色 跟预想的一样 决赛的她 比半决赛的她 至少要强上一程 果然 只有将缘分一道桥 升回原调 才有击败她的可能 评委席 原来刚刚不是她的真正实力吗 三位特殊评委 互相对视了一眼 面面相去 黄霄听着舞台上 火力全开的王嘉威 无懈可击地动人演唱 心里替林芝行捏了一把汗 导演办公室 970万 980万 1000万 红波摘下了近视眼镜 双手垂着办公桌 激动大喊道 破记录了 1000万在线观看人数 我做到了 红道 你做到了 你是华国音赠最强导演 身旁的工作人员 纷纷上前祝贺 火力全开的王嘉威 如钢炮般的高音 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的同时 也打破了这档节目的收视记录 此刻 我是歌王 直播间 被两条弹幕复制刷屏 大魔王冠军 凤击梧桐说了 大魔王冠军 大魔王冠军 华丽的舞台中央 随着火力全开的王嘉威 完美的收音 她在今晚 我是歌王的舞台 给观众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精彩印象 天哪 要不直接把歌王奖杯扳给她吧 太将了 同意 我根本脑补不出 凤击梧桐要唱出什么样的歌曲 才能赢她 感觉根本做不到吧 台下掌声雷动 观众们一边鼓掌 一边议论 都认为大魔王这番演唱 凤击梧桐将无法战胜 连凤击梧桐的粉丝们 甚至都开始动摇了 他们真的能赢吗 屏幕外 某高档公寓呢 我说回刚刚的话 大魔王 不愧是你啊 郭家河将香槟倒进香槟杯子里 对着屏幕里的王家威 用杯子撞了一下 切丝 恭喜你获得 我是歌王 当打之年的冠军 你就是那个最能打的人 抿了口酒后 她看着后台镜头里的林之行 细血地哼了一声 你要是能打赢王家威 以后要是有见面的机会 我叫你前店 另一边 某酒店内 因为现场观众投票的严谨重要性 林之行没有要到给董臣和机遇的现场票 两人只能在镜头前观看这场比赛 宝贝 你说灵德他们能赢得了大魔王吗 在王家威演唱前 机遇还信心满满 但王家威一开口 他的信心被一层层击溃 内心开始动摇了 能言 我相信他们 董臣攥紧双拳 语气坚定道 说完 他摸了摸机遇微微隆起的小腹 心里暗道 灵哥 你打赢王家威 以后 我让我儿子叫你前店 我是歌王 录制现场 感谢王家威的精彩演唱 主持人何林豹目道 下面有请凤七梧桐 为大家带来歌曲 缘分一道桥 大家掌声欢迎 话音刚落 歌曲信息出现在了屏幕上 缘分一道桥 凤七梧桐 作词 灵之行 作曲 灵之行 编曲 灵之行 放手一搏吧 别顾虑太多 加油凤七梧桐 顶住压力 拿下那该死冠军 歌手后场室内 鸽子 半山腰看风景人太急了 去山顶看吧 嗯 宋哥抬头看着面前 一扫阴霾的灵之行 两个浅浅的酒窝 印在了脸颊上 攥住了他伸过来的手 一起走向这场赛事的顶峰 在粉丝们的掌声 与呼喊声中 灵之行牵着宋哥的手 自信从容地 来到了舞台中央 一束聚光灯打来 黑暗的舞台 灯光骤然亮起 欧耶哥 他不相信长夜将至 因为火把就在他的手里 越北海跨南江 少年纵马走八方 天高万尺如灯楼 莫忧莫聚莫回头 感受着现场观众们的热情 灵之行 抬起手指 放在嘴边 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 随后动了动嘴唇 不出声地说了一句话 现场镜头捕捉到了 他的面部特写 会读唇语的观众 嘴角微微上扬 对他的表演 充满了期待 他说的是 把世界调成静音 聆听歌王夺冠的声音 华丽的舞台中央 黑色西装 白色长裙的他们 为了契合这首 中国风歌曲 换成了亮眼的红色西装 红色长裙 乐队琵琶手奏响前奏 酝酿已久的灵之行 举起话筒开了口 秦时明月 汉时观 万里长指人未悬 但是龙城非将在 不叫狐马杜音山 开场四句歌词 把现场所有人震了个跟头 这是诗吗 评委们面面相去 观众们面面相去 回味着刚刚的歌词 一幅画面 出现在了他们的脑海中 一个白袍英俊的将军 站在长城城头 望向战场 有种万里长指人未悬 但是龙城非将在 誓死不归的决心 画面一转 白袍将军首提红鹰长枪 急持白马 在万人中央大杀四方 坚毅的脸上是敌人的血 背后是吹得烈烈生风的惊奇 大漠扬起的风沙 迷了人的眼睛 战鼓在耳边咚咚作响 似乎一声声地打进人的心里 无限地悲壮且击 画面戛然而止 听众们大为震撼 不愧是写出 但愿人长久 将敬酒的男人 这水平绝了 难怪要把这首歌留到决赛 开一头就把我震了个跟头 好家伙 我感觉要不了多久 学生课本上就能看见 欧耶哥写的作品了 镜头一转 一声红装露撒的颂歌 举起话筒 粉唇倾启开了口 狼烟千里乱葬岗 乱世孤魂无人访 无言苍天笔墨寒 笔刀春秋以血肠 弃足生朗 一开口便是很爽力的女侠之音 卧槽 还没发力便获得了观众们的国粹点评 歌手后场室内 是怒音 是琴枪 王家伟眼前一亮 又听了几句 心里暗道 转音也好好听啊 在学校民族曲风歌的锻炼 让颂歌的转音很不错 算是她的强项 而且越转越好听 不显雷坠和拖拉 颤音也让人听了 觉得振奋人心 荡气回肠 而且她流行曲风 也算是有个好基础 这次中西合璧的缘分一道桥 很符合她的音色 至于琴枪 在林之行最初获得这首歌时 便找了精通这方面的老师 系统地教过颂歌 评委席 这 黄霄看着手抄的歌词 眼睛一亮 她发现从狼烟千里乱葬岗开始 每下一句的开头第一个字 都是上句倒数第三个字 这样有规律的写法 会让创作难度大大增高 但发生在她这样的创作才子身上 又很正常 黄霄看着舞台中央的林之行 欣赏得鸣嘴一笑 不愧是你写出来的歌 直播间人数 在经历王家威演唱完滑落后 再次迎来一波猛涨 古诗不死 只是渐渐凋零 听多了国外的电音 说唱 终于发现 能让我情绪沸腾的 还是中国风 中国风 既可以是寥寥几笔晕开的水墨 也可以是蒸蒸奥鼓的铁马金歌 华丽的舞台中央 高音避到了一个新阶段的提升后 林之行明显感觉到 演唱得轻松了许多 歌曲中有好几处 锦号C5的高音 最高达到了锦号第五 之前都不得不改混声唱法为嘶吼 去吼出高音 现在不用那样做了 谈爱恨不能潦草 战鼓敲呀敲 用信任立下誓言 我来熬 副歌部分到了 林之行一边唱一边 靠近身旁的宋哥 为求稳赢的比赛 距离越近 演唱能力提高越多的buff 也是此刻非常需要的 死之行 又跟我藏心眼 宋哥偷瞄了一眼 卖力演唱的林之行 翻了个白眼 明显感觉到 他这回的演唱水平 比之前排练的时候好得多 好 那我也加把劲 这缘分像一道桥 惊奇飘呀飘 你想走 就请立马抽刀 爱一笔勾销 宋哥暗暗憋了一股劲 到女声部分时 随着他慢慢拉远话筒 观众们情绪 直接被顶上了天 林之行用这首歌证明了 你哥还是你哥 宋哥用他的歌声诠释了 本宫不退位 而等中是非 这首歌男声部分 其实比女声部分音更高 宋哥擒枪枪主东方大气磅礴 林之行二与壁主西阳婉转逍遥 是气势和力道上的一争高低 这歌千万别开付费 这贫穷像一道桥 键盘敲啊敲 人家唱歌是一揉一缸 他俩唱歌是比谁更刚 爽 太猛了 丝毫不输给王家威啊 甚至更胜一筹 歌曲听到这里 观众们对胜负的判断 几乎都改观了 比赛悬念拉了起来 导演办公室内 990万 1000万 天哪 数据还在持续上涨 导演洪波本以为王家威 今晚的演唱便是数据巅峰 没想到 巅峰将由凤七梧桐创造 再次猛涨吧 华丽的舞台中央 谈爱恨不能潦草 红尘烧呀烧 以生死无愧 证明谁重要 林之行的歌声空灵积月 宋哥的歌声壮怀豪烈 搭配在一起 却有种阴阳太极的融洽感 你终有我我终有你 合唱出的效果 堪称中西结合极大成者 评委席 了不起 真是一个巨大的制作啊 特殊评委之一的维东林 非常喜欢这首作曲和编曲 极为复杂 且带有中西方音乐 融合的中国风歌曲 曲加上词 先是维往后大气地突出 气吞山河的磅礴 再加上两个极具唱功的唱江 带有戏曲和摇滚的唱法 简直是太强悍了 曾担任过音乐春晚评委的他 此刻已经判断出了 今晚冠军的归属 歌王头衔将属于凤器无同 厉害 之后你们参加音乐春晚 也是绝对的强者 歌手后场室内 小宋 小林 恭喜你们 我输了 王家威嘴角露出了一抹 释然的笑容 他已判断出了胜负结果 演唱方面 与现场气氛方面 他认为是大差不差的 输就输在了歌曲上 两首歌至少差了两个档次 歌曲绝对能决定胜负 让国家队喊卖唱DJ 是发挥不出来的 输给了凤器无同 王家威心甘情愿 左手指约 让他成为了有代表作的歌手 心里是特别感谢他们的 经过这些七录制的相处 关系也都不错 作为上届音乐春晚 第三名的他 从未获得过大赛第一名的他 也更希望凤器无同 以第一的名号 越走越远 加油 凤凰展翅 我会看着你们越飞越高 这缘分像一道桥 故事瞧一瞧 走天涯 你我卸下战袍 梦回长城谣 最后 随着一个完美的收尾 肩膀贴着肩膀的两人 完成了赞 我是歌王 的舞台羡慕演唱 台下掌声雷动 观众们鼓掌叫好 苍凉悲壮 震撼好听 凤器无同 冠军 凤器无同 冠军 导演办公室内 1060万 1063万 1066万 顶峰数据来了 导演红波激动地大喊 声音已经沙哑了 感谢你们 凤器无同 感谢凤器无同的精彩演唱 主持人和林手持投票器 回到了舞台中央 喜欢王嘉薇的演唱请 按下数字1 喜欢凤器无同的演唱请按数字2 下面我宣布投票现在开始 1111 1111 22222 凤器无同冠军 投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 在主持人和林的一番赞助商广告后 后台工作人员将统计好的票数 递到了他的手里 好 票数已经统计完成了 下面请两位歌手重新回到舞台 在观众们的阵阵掌声中 凤器无同与王嘉薇来到了舞台中央 现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下面我来宣布投票结果 和林拆开装有票数的信封 公布结果到 现场观众的投票 凤器无同获得了350张 王嘉薇获得了150张 500位评委加上三位特殊评委 一共515张票 其中王嘉薇获得了115张 凤器无同获得了400张 两者票数相结合 恭喜凤器无同获得我们 我是歌王 荡打之年 得歌王头衔 你们是今夜的冠军 话音刚落 掌声响车录制现场 舞台冷烟火喷射而出 绚丽了整个舞台 呜呼 凤器无同夺冠了 实至名归 曾濒临淘汰的他们 创造了奇迹 王嘉薇笑着上前送上了拥抱 小林 小宋 恭喜你们 希望你们之后的音乐之路 越来越顺利 谢谢嘉薇姐 屏幕外 做到了 他们成功地做到了 董晨擦着眼泪 激动地跟鸡玉抱在了一起 不敢相信 他们真的是醉酱的 另一边 某高档公寓内 啪 接受这一结果的郭家和 江湘冰酒摔了个粉粉碎 凤器无同 你们赢了 我彻底服了 一起碎掉的 还有他那不甘的心 我是歌王 录制现场 导演红波手拿 象征着歌王头衔的奖杯 来到了舞台中央 将奖杯递到了两人的手里 台下再次沸腾 歌王 歌王 叮 系统任务困难难度已完成 恭喜宿主获得歌曲 Where is the Champions 集选歌卡三章 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 林之行转身看向举杯 庆祝笑容灿烂的宋哥 笑着点头 是的 我们是冠军 歌王 歌王 到了 MVP结算环节 评委们上台与凤妻无同合影 台下观众们也上台献花 咔嚓 摄影师按下了快门键 夺冠庆祝画面定格 最后 在鲜花与掌声中 我是歌王 这档音乐节目便正式收官了 伴随着全体的一声再见 直播间关闭了 守在屏幕前的观众 听过影的同时 突然觉得 心里有点空落落的 追了整整十一期 就这样完结了 有点舍不得 下周又没节目看了 不少观众关掉了直播APP后 纷纷打开了微博 到歌王节目组官微下面留言 希望这档节目下一季 尽快开始 化妆间外 佳薇姐 你是在等我们吗 林之行和宋哥谢完装 换完衣服出来 正碰见在走廊夺步的王佳薇 是的 王佳薇笑着点头 十分欣赏地看着他们 问道 我听说 你们也要参加 今年的音乐春晚是吧 对 我去年参加了那个比赛 还走到了最后 算是很有经验 如果你们对比赛 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随时打给我 太好了 谢谢佳薇姐 林之行笑着道谢 如果他愿意分享 比赛经验太好了 什么类型的歌 更能受评委喜欢 什么类型的歌 能拿高分 他一定是清楚的 能跟他沟通 对之后的比赛 会有很大的帮助 录制大楼外 林哥 哥子 恭喜你们啊 董辰和鸡玉手捧鲜花 第一时间赶来祝贺 林之行接过鲜花 嘴角翘起 得意道 嗨嗨 请叫我歌王 歌王 林哥王 奖杯我瞅瞅 董辰配合着大喊 笑着接过奖杯 爱不释手 说笑间 节目组专车来了 一行人坐上车出发机场 一个歌王头衔 两众演唱属性 提升到新阶段 还有两首歌 三张选歌卡 这次来真的赚大了呀 林之行看着手里的歌王奖杯 细数这一趟的收获 乐得合不拢嘴 我是歌王 这档节目结束后 在音乐春晚开始前 自己可以轻松一段时间了 师傅 去机场不着急 车速可以适当慢一点 好嘞 林之行看着一旁 对机遇温柔体贴的董辰 想起他们的婚期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了 自己之前答应过写一首歌 在婚礼上唱给他们的 现在确实该做手准备了 手头选歌卡蛮富裕 就为他们用一张吧 定 选歌卡使用成功 恭喜宿主获得歌曲 给你们 三分钟的记忆恢复时间 林之行斟酌了一番 选择了这首张宇的歌 给你们 这首歌常在婚礼上出现 一般都是伴郎伴娘 唱给新郎新娘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才可以一路走来 变成了一家人 歌词写得非常好 结合场景 会令台上新人十分感动 凌晨十二点 北平酒店内 折腾了一天的林之行 洗了个舒服的热水澡 一屁股坐在床上 看着床头的歌王奖杯 美滋滋地笑了笑 回首来实录 组合的诞生 拿了冠军 畅行天下 拿了冠军 我是说唱王 拿了冠军 今天 我是歌王 也拿下了冠军 出道后四连冠 真希望之后的音乐春晚 也能夺得冠军 缔造一段凤七无童的连胜传说 期待 新存美好的林之行 放下了奖杯 拿起了手机 翘着二郎腿 点开了微博热搜榜 热搜榜第一 果然是关于 我是歌王 夺冠的话题 恭喜凤七无童 夺得 我是歌王 荡打之年 冠军 新的歌王诞生了 爆 嘴角里到耳根的林之行 戳开了微博评论区 新王家免 天不生欧耶哥 华语乐坛如长夜 从组合的诞生 开始关注他们 当初真想不到 他们能有这般成就 能打败如此多强悍对手 拿下歌王头衔 希望你们以后继续震撼我 你们说的都对 十分钟后 林之行不舍地 关掉了夸赞连连的评论区 再看下去 嘴真要喝不上了 林哥 太夸张了 董臣捧着手机 激动地上前指道 华国最近一周 到贝加尔湖附近机场的机票 全部售庆了 这才过去几个小时啊 还有 你现在看看短视频上 冒出了好多古代战场的视频剪辑 都是用缘分一道桥 这个 太爆了 林之行接过手机瞅了瞅 正如董臣所说 两首歌热度非常高 歌曲反馈 几乎是无差评 其中一条评论 深得林之行的心 林之行三个字 便是爆款的代名词 别笑了林哥 现在时间正好 咱们走吧 董臣整理着身上的外套 拍了拍名嘴笑的林之行 嗯 正看手机的林之行一愣 现董臣穿好衣服走了过来 抬头插一道 大半夜的干嘛去 去还院啊 北平某郊区仓库外 嘖 一阵刹车声响起 一辆黑色奔驰车 缓缓停了下来 主妇驾驶的车玻璃降了下来 车里的两个男人 探头张望了一番后 把头缩回了车里 董 要不我看 就别还院了吧 不行 不还院下次就不灵了 好吧 林之行猝着眉头 解开了裤腰带 那咱们别一起跑了 目标太大了 我先跑 你后跑 好 董臣点点头 随后从包里掏出了一个口罩 递给了林之行 林哥 你把这个带着 嗯 林之行戴上了口罩 缓缓推开了车门 夜风吹在身上 不禁打了一个哆嗦 他探出半个身子张望了一番后 咬了咬牙下了车 盯了咣当飞奔而去 三分钟后 绕着仓库 跑了一大圈的林之行 呼吃带喘地回到了车里 怎么样林哥 附近有人吗 一个人没有 放心吧 呼 董臣放心地做了个深呼吸 随后戴上了口罩 推开车门 盯了咣当跑了出去 一分钟后 哎 干嘛呢 大半夜不睡觉 光屁股跑什么呢 刚绕着仓库 跑半圈的董臣 被几股强光 手电锁笼罩 仓库里突然走出四个保安 将他团团围住 刚才你跑一圈我没理你 怎么又出来了呢 董臣 一达唱片公司 好运工作室内 林之行一手掐着包子 一手拿着笔 在纸上刷刷点点 在董臣和姬玉的婚礼前 他打算趁着最近几天休息时间 录制一下新专辑用到的歌曲 统计了一下 获得后未使用的歌曲 一共有22首 其中有一些歌比较特殊 九 计划留着音乐春晚的舞台上使用 留着中秋晚会上使用 爱你 留给了母校的三个学妹 赤玲 千丝系 万江 留给416文艺女团 还有两首英文歌 Welcome to New York Where if you champions 不适合发专辑 剩下十四首歌分别是 倒带 反方向的钟 听妈妈的话 淘汰 我相信 自由飞翔 全是爱 简单爱 甜甜的 告白气球 双截棍 奔跑 黄种人 如愿 十四首歌 足以出一张专辑 但林之行计划着 选其中的十首歌 该选哪个好呢 林之行看着桌上的A4纸 仔细思索了一番后 将 我相信 黄种人 奔跑 如愿 四首歌踢出了出去 十首歌里 自由飞翔 和全是爱 应该会受中老年市场欢迎 喜欢听说唱歌的 还有 双截棍 和听妈妈的话 剩下六首歌 有甜歌 也有苦情歌 类型很丰富 专辑应该会受欢迎 这张专辑 叫什么名字好呢 林之行拖着腮帮 琢磨了20分钟后 决定了专辑名字 就叫 新世界 作为弘扬地球 文娱文化的传播者 本打算以林俊杰的专辑名 新地球 为名 很符合 匠兰新文娱 打造成地球文娱的心愿 但地球两个字 没办法解释 谜语人不适合 专辑知名度的传播 就像丢掉奥斯卡奖的电影 肖深刻地救赎 走出电影院的观众 想安利 根本记不住名字 打定主意后 林之行点开微博 将发布专辑的事情 公布了出去 一周后 我将发布专辑 新世界 里面有十首歌 欢迎大家来支持啊 微博已经发出 瞬间冲上了微博热搜榜 粉丝们狂喜 各位 各位 你们看到了吗 欧耶哥说 一周后有专辑 一周是什么概念 一张专辑是什么概念 我的天哪 它如此高质量地产出 居然还剩下十首歌 它是搞歌曲批发的呀 我现在严重怀疑 它是重生者 拥有蓝星20年之后的 所有优秀作品 粉丝和网友们 感到震惊的同时 乐坛歌手们 也都惊到了 某音乐公司内 小王 你21号发专辑的事情 提前跟粉丝们 说了没有 说了 歌手小王正坐在 电脑前拖着腮帮 观看自己新专辑的MV 助理突然神色慌张地 走了进来 小王心里隐约 有一丝不好的预感 放下鼠标问 怎么了 怎么突然问这个 助理指着手机里的 微博热搜 叹了口气道 21号那天 林之行也要发专辑 一张专辑有十首歌 谁 是林之行 那个乐坛百年不遇的 创作天才 小王瞪大了眼睛 浑身有些瑟瑟发抖 自己只是个二线的歌手 跟这样的大佬 同一天发专辑 岂不是要成炮灰了 势必被碾压的渣都不剩了 助理抽出纸巾 帮小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 道 小王 我建议 你把专辑延期 开什么玩笑 小王低头瞅着自己的AJ鞋 被一股热流打湿 打来得哆嗦到 提前发 林之行发专辑 恐怕热度会维持一个月啊 滚冰唱片公司 练歌房内 21号发专辑 十首歌 张远舟在微博上 看见了林之行 将要发布新专辑的微博 顿时眉头一皱 他自己也有一张专辑要发 里面有五首歌 计划在24号发布 今晚就将这消息 公布给粉丝 此刻的他 内心陷入了纠结 前几天 自己刚备 《霍元甲》 和《万里长城永不倒》 这两首歌给秒杀 随着电影 《霍元甲》 票房大卖 现在还处于被网友们 嘲笑的阶段呢 张远舟倒不是害怕林之行 只不过是有点怂了 音乐春晚临近 前几天被虐了一次 要是专辑也输了 自己就甭参赛了 彻底被笑掉大牙了 一番权衡利弊后 张远舟长叹口气 专辑下约莫再发吧 台城 某高档别墅内 祝师傅告别专辑大卖 好 干杯 一桌真修美味前 坐着一老一少两个男人 推一杯换盏 戴着金丝眼镜头发花白的老男人 叫罗德胜 是台城的音乐教父 不久后 他将去往内地 担任音乐春晚的评委 为他针酒的中年男人 三十岁出头 又矮又胖 酒糟鼻子格外的显眼 中年男人名叫花福婷 是罗德胜的徒弟 不久后 他也将去往内地 作为音乐春晚的选手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花福婷瞅了眼手机 眉头一皱 师傅 你的告别专辑有人捣乱啊 有个叫林之行的音乐人 你认识吗 我听过 罗德胜愣了一下 点了点头 我朋友老黄跟我夸过他 明天会更好 就是这小伙子写出来的 他也要21号发专辑 花福婷哼了一声 怒道 这小子太不懂事了 师傅你 三个月前就公布消息了 乐坛歌手们几乎 都避开这个月发专辑 他可倒好 选跟你同一天 是想搞杂宁羡慕演出啊 罗德胜听着徒弟的吐槽 低头瞅着桌上的酒杯不语 两酒 他开了口 你帮我联系一下这个小伙子 问问他能不能换一天 北平 好运工作室呢 好 我说了不算 我去问问 十分钟后给了回电 我去你AMD吧 偶东西 咋了懂 谁打来的电话 林之行见董辰接了的电话 突然间暴怒 不理解地问 林哥 有人要给你穿小鞋 董辰咬牙钻拳 怒道 今年音乐春晚五大评委之一的 罗德胜也会在21号发专辑 他让你换一天发 话里话外的意思 你不照做会付出代价 林之行低头沉默片刻 突然站起 怒火中烧到 让他给我滚 老子21号专辑发定了 耶稣都拦不住 我说的 台城 某高档别墅内 擦 花复亭拉开庭院门 进屋怒道 师父 这小子太扣门狂了 说专辑21号发定了 就是故意在这一天发的 为的就是 引你证明自己强 我这电话客客气气的 还给我骂街 他真这么说的 罗德胜手中筷子掉落在地上 眉头紧簇 师父 你还不信我 要不要听录音 骂得这个难听啊 不用了 花复亭看着桌前低头生闷气的罗德胜 心里偷笑 师父 千万别怪我了 我只是想迎音乐春晚的奖杯而已 凤七无童和林之行 及欧耶歌这三个称号 不止在内地火 在台城同样有热度 凤七无童在 我是歌王 舞台打败了去年季军王家威 全程观看直播的花复亭 很是忌惮这个对手 让作为重要评委的老师 对他有偏见 自己便得到机会了 凤七无童 抱歉了 一达唱片公司 好运工作室内 罗德胜 代表作 童星 相恋1998 在董臣电话枪火后 林之行坐在电脑前 搜索着威胁自己的歌手资料 在百度资料中得知 这个叫罗德胜的老牌歌手 确实很牛 在台城的乐坛地位 是老大哥中的老大哥 缔造了很多经典音乐 正如齐鸣一样 他总是胜利者 在出道后 只要出专辑 便是销量最高的那一个 年轻时 还有过常胜歌王的外号 看到这里 林之行理解了 难怪歌唱生涯最后一张专辑 要来跟自己商量 是想从头赢到尾 歌唱生涯完美地落寞啊 但威逼利诱 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常胜歌王从没输过 我也是歌王 同样也没输过 林之行看着资料上 照片的那张老脸 冷哼了一声 心里道 既然都没输过 那就比一比吧 林哥 干嘛呢 董臣凑到了电脑前 看着屏幕里的资料 气愤道 别管他了 魏老不尊 他的慕年专辑 能有林哥你一半数量 我就算他牛 嗯 林之行官掉了电脑 伸了个懒腰道 还拿比赛成绩威胁我 乐坛这种人 还被冠以教父之名 真是悲哀 别想这些糟心事了 董臣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道 走吧林哥 陪我去趟商场逛逛 我去取个定制的赞件 好 北平某大型商场 珠宝店内 董先生您好 您的戒指在这里 哦 好 谢谢 董臣接过 导购原地过来的礼盒 掏出戒子瞅了瞅 满意地笑了笑 打亮着珠宝店内的林之行 探头瞅了眼 疑惑道 董 你家里那么有钱 怎么不买一个 刻数大一点的钻戒啊 机遇点名要的 董臣展示着手里的钻戒 解释道 这钻石戒指 无论男女 一个身份证一生 仅能购买一次 林哥 你看漂亮吗 营销得不错 女人的钱好赚啊 挺漂亮的 林之行笑了笑 竖起了大拇指 董臣将钻戒装好 笑着用肩膀撞了撞他 林哥 你什么时候向鸽子求婚啊 求婚钻戒 是不是也应该准备一下了 嗯 工作上太忙 什么时候 求婚林之行 还真没考虑好 但董臣说的有道理 钻戒是应该提前备好 平时哪有时间来选啊 今天在店里不正合适吗 说的对 林之行来到柜台前 咨询道 这里有没有光为女生准备的钻戒 不要情侣款 我不习惯的 哟 这边先生 您需要什么克拉术的 跟我那位朋友 一样大小的就行 两克拉呀 您看看这款 在导过员的介绍下 林之行还真像中了一款 虽然钻石外形都差不多 但这款的钻托很漂亮 试了一下 大小也很合适 宋哥的无名指 跟自己的小拇指差不多大 这款多少钱 九万九 虽然钻石贬值金戒之性价比高 但现在不差钱 可以为浪漫买单 林之行点了点头 从兜里掏出了银行卡 我要了 包上吧 师傅成功 定 情景已触发 恭喜宿主获得歌曲 Diamonds 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 歌曲记忆找回的同时 林之行惊讶地挠了挠头 九万九一个钻戒虽然亏了 但加上一首歌血传啊 获得的这首歌 一名 钻石 是欧美流行天后 蕾哈娜的歌曲 这首歌 是不是蕾哈娜 在国外最受欢迎的的歌 林之行不太了解 但绝对是最受国内粉丝欢迎的歌 林之行蛮喜欢蕾哈娜 尤其是他的那首 Take a ball 优质英文歌曲 酷加一 两人刚走出珠宝店不远 董晨摸了摸肚子 停下脚步 脸色难看到 林哥 我突然有点肚子疼 我去上个厕所 你在那边坐着 等我下吧 好 林之行接过他手里的东西 转身去了休息区 商场经历人非常多 休息区几乎是坐满了 只有一个长椅的中间 有个空位 坐着一个吃冰淇淋的小朋友 和一个打电话的帅小伙 林之行本不想坐 但一想董晨一拉 便是半个小时 还是硬着头皮坐了下去 等待期间 商场响起了音乐声 一段熟悉的旋律 钻进了林之行的耳朵 向前跑 迎着冷眼和嘲笑 生命的广阔 不历经磨难 怎能感到 歌曲是自己的 追梦赤子星 林之行听着自己的歌曲 嘴角微微扬起 这何尝不是一种 受欢迎反馈啊 此刻的他 体会到那些歌手们 在街边 听到自己歌曲的爽感了 嗯 林之行听见了抽气声 诧异地转头看去 身旁坐着的帅小伙 正用手背擦着眼泪 嘴里还嘟囔着感谢哦 叶哥 哥们 这首歌激励了你吗 林之行递过去一张纸巾 好奇地问道 是的 帅小伙笑着点了点头 当时我就听了一遍 追梦赤子星 一个月就还清了 八十万的房贷 现在我开着宝马X6 在北平住着 二百五十平的别墅 儿子比我大八岁 现在想想自己 达到了人生巅峰 不说了 我老婆来了 恭喜你 林之行看着 帅小伙离开的背影 露出了一抹欣慰的笑容 这大抵便是歌曲的力量吧 追梦赤子星播放结束 又一首歌响起 依旧是熟悉的旋律 霍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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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末良久 轻拍了拍小朋友的肩膀 宽慰道 骄傲地活下去 董晨与姬遇婚礼当日 某高档别墅内 等会儿 谢你 一定比想象美 董晨呆呆地站在镜子前 笨桌系上红色领带的街 将头发 梳成大人模样 穿上一身帅气西装 西装革履的灵芝行 笑着竖起了大拇指 董 你今天真的帅 来当霸郎的酷喵鱼浆 递过了玫瑰花 加油 出发 结婚了 一路上走走停停 一队十分博人眼球的豪华车队 来到了北平最大的一家 五星酒店门前 依次停了下来 在新郎董晨的带领下 街青队伍小跑着冲进了酒店 里面温柔大方 美丽善良 聪明而又高贵的小姐姐们 请开一下房门呗 董晨站在婚房门口 语气柔和 礼貌而又充满绅士风度地 敲响了房门 要进门也不难 我家有二母蒙子园 带等蒙子长成了树 片成了木板 坐成了船 苏航二周游上五千年 游到钉遭木头烂 钉子挂在路边 挂上羊毛赶成了毡 把毡子卖了钱 我再让你进来玩 董晨听着门里伴娘 赵薇薇的调皮声 从兜里掏出了一打红包 大方帝顺着门缝塞进了去 需要回答我几个问题 答对了可以进 房间里赵薇薇剪着红包 笑眯眯地给出了条件 董晨直了直身子 自信道 尽管放马过来 机遇的手机号码 没等卧室里说完 董晨取媳妇心切 直接脱口背了出来 1382161 数字加起来是多少 房间里 宋哥县董晨这么着急 坏笑着临时改了问题 鸽子 你学坏了 林之行赶紧掏出了手机 把号码都加了一遍 结果拿给了董晨看 39 好 答对了 房间里哥哥笑了几声后 宋哥将房间门打开了 兄弟们 上 董晨立刻冲了进去 瞅着一身洁白婚纱 美得不像话的机遇 嘴角扬到了耳根 三步并两步溜到了床边 送上了手里的玫瑰花 宝贝 你今天真美 嗯 机遇笑了笑 递过去一张红色材质道 说好的 把这保证书念了 好 董晨瞅了一眼 上面的不平等条约 撇了撇嘴 大声念叨 亲爱的老婆 马上我们就要结位夫妻 为了我们的婚后生活美满 现本人郑重做出以下保证 在新家庭建立以前 本人坚决拥护 三从四得 巴荣未耻原则 老婆出门要跟从 老婆命令要服从 老婆犯错要盲从 老婆化妆要等的 老婆花钱要舍的 老婆生气要忍的 老婆生日要记得 以心爱老婆未荣 以背叛老婆未耻 以听从老婆未荣 以违背老婆未耻 林知行听着叨叨到 跟机关枪式的保证书内容 撇了撇嘴 婚姻到底给男人带来了什么 知行 以后你也念一遍对我吧 嗯 林知行回头瞅了眼神后 调皮笑的颂歌 吹了吹拳头 可以 如果你抗揍的话 哼 好的 今后要记住哈 听完的机遇 满意地点了点头 从裙子下面掏出了婚鞋 递给了董臣 必须的 董臣蹲下身子 解开了一只婚鞋的扣子 轻轻握住与手里鞋 对应的那只白嫩小脚 将手里的婚鞋 轻轻套了上去 并细好 然后 重负步骤穿上了另一只 来吧 董臣公主抱起了机遇 机遇红着脸 勾住了董臣的脖梗 俩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 在阵阵欢呼声中 出了房间 直奔电梯 载着新人的婚车 开到了豪华的五星酒店门口 那边早已等了不少亲朋好友 婚车停下后 鞭炮齐鸣 锣鼓喧嚣 大红的婚礼拱门上 赫然写着恭贺新郎董臣新娘机遇 新婚快乐的字样 旁边还有董臣 和机遇甜蜜的婚纱照例牌 看新娘子了 酒店里的小朋友们 每人手里一个手拧喷花 小跑着来到了头车前 在董臣和机遇下车时 喷喷几声响 下起了花瓣雨 在亲朋好友们的鼓掌祝贺下 董臣与机遇 幸福甜蜜地走进了酒店大厅 9点08分 婚礼正式开始 婚礼舞台上布置得极其精美 无论是鲜花蜡烛 还是各种喜庆百见 都让人目不暇见 西装鼻挺的婚礼司仪 出现在了大家的眼前 紧接着掌声响了起来 走上舞台 今天这场关于爱的仪式 就已经正式地开始了 首先我要代表新郎新娘 和他们的爸爸妈妈 来欢迎各位 感谢各位的捧场 时间过得好快 热恋雨磨合后 也让他们一步步坚信 对方就是要共度余生的人 如果您各位也像我一样 准备好接下来的时间 离给他们一场完美的婚礼 接下来无需多言 只需掌声再次响起 哗 董臣隔着门 听见现场热烈掌声 心里是既激动 又有点小紧张 机遇小心脏 也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 下面有请新郎新娘 共同入场 优美的音乐声响起 现场工作人员 拉开了礼堂大门 机遇挽着董臣的胳膊 在鲜花和烛光的簇拥下 共同步入婚礼现场 场面庄严而浪漫 一对新人面 带着喜悦的微笑 披着冬的洁白 捧着秋的果实 踏着下的火热 伴着春的脚步 已经登上了这婚礼殿堂 在长达两分钟的介绍后 到了最重要的环节 思议让董臣和机遇手 拉着手面对面站着 随后举起话筒问 新郎 我郑重地问你 你是否愿意娶你身边 这位美丽的新娘 成为你的合法妻子 愿意以丈夫的名义 照顾她一生一世 无论富有贫穷 顺境或逆境 你都会始终如一地爱她 对她不离不弃 我愿意 董臣重重地点了点头 没有丝毫的犹豫 华 台下掌声片片 掌声停下后 思议举起话筒 继续问道 同样美丽的新娘 你是否愿意 嫁给你身旁这位帅气新郎 成为你的合法丈夫 愿意以妻子的名义 陪她度过一生一世 我愿意 机遇攥紧了董臣的手 同样坚定毫不犹豫 一句我愿意 他们只用了短短一秒钟的时间 可就是这短短的一秒钟时间 他们向对方许下了今生的诺言 爱的诺言 如果加上一份爱的信物 那么我相信 一生的恋人将一生的幸福 接下来 有请我们美丽的伴娘 为两位新人 呈上爱的信物 现场所有人 顺着四衣手指的方向看去 身穿粉色伴娘服的宋哥 缓缓走上了台 把手里的钻戒 递到了董臣手中 董臣倾握着机遇纤细的手腕 将闪闪发光的钻戒 缓缓带在了 他修长的无名指上 亲一个 见证了这一幸福时刻的亲朋好友们 一边鼓掌 一边开始起哄 董臣嘴角勾起幸福的笑 将机遇搂在怀里 俯身亲吻了上去 参加婚礼的小朋友们 瞬间黑平浪 好奇地用小手 扒拉着老爸老妈的手 此时此刻 两颗相恋的心 终于走到了一起 让我们掌声祝福他们 侄子之手 与子偕老 林之行看着台上幸福的两人 嘴角露出一抹欣慰的笑 在双方父母致词后 思宜指着机遇手里的那束玫瑰花 讲解到 今天做新娘 新娘新娘心地善良 要把这一束幸福的接力棒 传递给下一位幸福的好朋友 你可以指定送给一个人 也可以你来抛大火来抢 你今天准备怎么办 我要把他送给我的好朋友 机遇嘴角扬起 静止地走到了宋哥的身边 将手里的手捧花交给了他 接过手捧花的宋哥 红着脸走到了林之行的身边 低头抿唇倾笑 啊 于江和赵薇薇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只见林之行在众目睽睽之下 居然牵住了宋哥的手 我的天 他们今天要上热搜头条了 凤妻梧桐 他们是情侣吗 我去 好甜蜜啊 他们隐藏得好深 不光是伴郎伴娘酷喵感到惊讶 现场有很多喜欢凤妻梧桐的宾客 无不震惊 纷纷掏出了手机 分享这一大瓜 接下来 有请伴郎林之行 为这对幸福的新人 送上祝福的歌曲 给你们 婚礼司仪将手中话筒 递给了林之行 台下 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呜呼 参加婚礼 还有新歌厅 给你们 看来这是欧耶歌 特意为了他们写的歌啊 舞台灯光变幻 舒缓的音乐声 缓缓流淌而出 飘荡在婚礼现场 不少宾客 都举起了手机录制 董臣和机遇手 牵着手 站在舞台一侧 甜蜜的笑挂在脸上 注视着舞台中央 跟着音乐轻扁头的林之行 对这首祝福歌曲 充满了期待 到了主歌部分 林之行举起话筒 缓缓走到机遇面前 指着他身旁的董臣 微笑开口唱道 他将是你的新郎 从今以后 他就是你一生的伴 他的一切 都将和你紧密相关 夫和货都要同当 歌声娓娓道来 透露着真挚 机遇听着歌词 抬眸看着董臣 粉唇微扬轻轻点头 林之行走到董臣身侧 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指着机遇唱道 他将是你的新娘 他是别人用心 托付在你手上 你要用你一生 加倍照顾对待 苦或喜都要同享 听着歌曲 董臣满眼宠溺地 看着机遇 重重地点了点头 牵着的手 又紧了几分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才可以一路走来 变成了一家人 他多爱你几分 你多爱他几分 找幸福的可能 词句平时无华 像是对新郎和新娘的 一一教导 对啊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董臣和机遇对视了一眼 回想起 从相识到相恋 再到如今 步入婚姻的殿堂 不禁喜极而泣 这个写得真好啊 董臣妈妈作为过来人 看着舞台中央 动情歌唱的林之行 眼中满是欣赏 他多爱你几分 你多害他几分 做起来并不容易 两个人之间 难免有争执不合 需要双方不断地调整 做到互相理解信任 这样 才能共走余下的人生路 很难想象 没结婚的二十多岁小伙子 竟能有如此的感悟 这个真不错啊 是啊是啊 等下次 我结婚也要用这首歌 在场宾客们 非常喜欢这首歌 纷纷跟着音乐节奏 摆动着手臂 从此不再是一个人 要处处实实 想着念的都是我们 你付出了几分 爱就圆满了几分 在一个婉转长音后 林之行缓缓放下了话筒 台下掌声热烈 歌曲仅唱了一半 作为伴郎 这个小配角 林之行没有过分表演去抢戏 人家秋雅结婚 你哥这又唱又跳的 感谢伴郎的精彩献唱 四一鼓掌道 现在啊 没有点才艺 还真不敢结婚 新郎新娘在今天 要把一份惊喜带给大家 正所谓才艺在手 结婚不愁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他们的精彩表演吧 宾客掌声热烈 舞台交给了董臣和机遇 摘一颗苹果 等你从门前经过 送到你的手中 帮你解渴 他们在这一幸福时刻 唱了一首《有点甜》 来分享此刻甜蜜的心情 听着歌曲 伴郎伴娘入席 赵薇薇眯着笑眼 凑到了林之行的耳边 指了指一旁 剥喜糖吃的鱼浆 商量道 小林 我和你姜哥的好事也将近 到时候可不可以 也请你来唱 这首歌给我没啊 没问题 这是对这首歌的认可 林之行笑着比了一个OK的手势 你好 知情兄 好久不见 一位西装革履的男人 端着一杯酒 笑盈盈地凑到了林之行的身边 鞠躬敬酒 你好 林之行瞅着眼前的男人很眼熟 仔细端详片刻后 想起来了 之前在录制《畅行天下》 导国片的时候献过 是东京盐唱片公司的老板 董臣的发小锅签 当时听董臣说 两人都不来往了 没想到这次结婚 他能跨国来参加婚礼 好久不见 干杯 一杯酒下肚 寒暄了几句后 郭谦露出一个谄媚的笑 竖起大拇指 是连连夸赞 知情兄 你之前写的那三首歌 渐渐被你吸引 直到世界尽头 齐在银龙背上 全都获得了 岛国公信榜的第一名 现在依旧在榜 反响十分热烈 还有 你弹奏的那首名位 东京热的曲子 被电影《淑女俱乐部》 选为了影视配乐 我老婆玛丽亚 是电影女主角 恭喜恭喜 林之行听完好奇地问 我现在 在那边有一点知名度吗 郭谦笑着回道 说实话 那边的听众 了解你的人不算太多 但创作者和音乐人们 几乎都认识你了 三首歌手手榜一 冲击力可太大了 林之行听完 点了点头 应该没说假话 听歌的人 大多都关注演唱者 做词做曲 很少人会看 什么 林之行有三首歌 在岛国公信榜 拿了第一名 一旁的赵薇薇和鱼江 听见他们的聊天后 对视了一眼 都惊讶地目瞪口呆 这成就 华国歌手 只有他做到了吧 这是奔着 想遇世界级的歌手 努力的 郭谦又敬了 林之行一杯酒 笑问道 知情兄 最近有没有 有写新的日文歌 我非常希望 能跟你再次合作 果然啊 来参加发小董晨的婚礼 不是主要的目的 想再次合作 才是主要目的 最近工作太忙没有写 之后如果有合适歌曲 我会联系你的 好的好的 跟郭谦聊完 林之行的目光落在了身旁 宋哥的身上 他拖着腮帮 静静地注视着 舞台上的董晨和机遇 唇角微扬眼中 满是憧憬 林之行从兜里掏出了手机 认真地编辑了一行字 递了过去 鸽子 以后我一定给你一场 更好的婚礼 嗯嗯 宋哥眯着笑颜点头 两个浅浅酒窝 印在了脸颊上 定 检测到宿主使搭档 获得开心情绪 民谣熟练度加三点 当前 民谣B 五十分之二十一 这边婚礼还没结束 互联网上便炸开了锅 微博上 短视频平台上 贴吧 微信群QQ群 各大热搜的头版头条 便是关于 凤妻无童的话题 震惊 大瓜来了 凤妻无童 组合两人戏情侣关系 飞跃奇迹婚礼现场曝光 宋哥与林之行亲密互动 情侣关系无疑 CP党的狂喜 国民组合凤妻无童 不只是青梅竹马 他们恋爱了 各大热搜话题的评论区都爆了 少则几千条评论 大则几万条评论 点赞数 更是高得可怕 作为凤妻无童 CP党太开心了 要长长久久啊 嫂就看出有猫腻了 你们在一起最合适不过了 青梅竹马的恋爱好甜啊 快进到结婚吧 我的女生有男朋友了 天塌了 欧夜哥 你一定要珍惜宋哥呀 胆敢辜负 立刻脱粉 我没得到欧夜哥的人 更没得到他的心 哭唧唧送上祝福 林之行在婚礼上演唱的给你们视频 也同样登上了热搜榜 惊喜 最适合婚礼上送祝福的歌曲出现了 欧夜哥新歌 给你们 报赞 无数成家了 或者正要迈入婚姻殿堂的听众 仅听一遍 便被歌词戳中心坎 喜欢上了这首歌 这首歌太棒了 等我结婚 一定要放这首歌 一首特别应景的歌曲 一大早收到前女友的信息 告诉我 这个月要结婚 单曲循环了一小时 这一刻终于释怀 想了好久 还是强颜欢笑地送上了祝福 祝福他们 我明天就结婚了 求求快点上线音乐平台 这首歌 建议民政局离婚大厅单曲循环 让他们狠狠回忆一波 晚上九点钟 酒店房间内 歌子 今晚机遇不在 一个人住害怕吧 要不要我去陪你 宋哥瞅着身旁 醉到眼皮抬不起来的林之行 嫌弃地用小手扇了扇风 不要 一身酒气 我不是在商量 是在通知哦 瞧把你能呢 宋哥翻了个白眼 把他扶到了沙发上 打开了空调问 洗澡你先还是我先 你先吧 我口渴 林之行半眯着眼 已在沙发上 揪了揪发前的喉咙 知道了 宋哥俯身拧开了一瓶水 对给了他 随后走进了浴室 衣服一件件吞下 哗啦啦流水声响起 浴室里雾气慢慢生腾了起来 模糊了镜子 水流打湿了宋哥的长发 顺着他的下巴滑向脖梗 再到他的锁骨胸口 再到他的腰枝小腹 在他漂亮的肚脐上 锯成浅浅水蛙 又流向纤细长腿 脚踝 浴室外 想起了憨声 林之行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直行 你去洗吧 浴室门打开 围着浴巾摆弄着头发的宋哥 走了出来 瞧见躺在沙发上 憨声如雷的林之行 眼中露出一丝失望 真拿你没办法 宋哥关掉了空调 推开了林之行住的房间门 瞅着凌乱的大床 轻叹口气 抱起下凉背的时候 一个小盒子滚落在了地上 什么东西都放在床上 怎么不收进桌子里 宋哥无奈弯腰去捡 正准备把东西放回床上的时候 眉头轻轻皱起 流露出一丝淡淡疑惑 小盒子的触感 突然让他想起了 今天婚礼时登台送戒指 这一刻 心跳开始加速 他轻轻打开了小盒子 里面钻戒闪烁着炫目光芒 知行他 要跟我求婚 宋哥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一抹飞红爬上发烫的脸颊 五分钟后 宋哥美滋滋地走出了房间 展开夏凉 被盖在了熟睡的林知行身上 随后蹲在了沙发旁 拖着腮帮 眉眼深深地看着他 良久 他拢了拢病边的碎发 俯下身 亲吻在了林知行的脸颊上 脸蛋一红 嘿嘿 我愿意 定 检测到宿主使搭档 获得幸福情绪 明瑶熟练度加十点 当前 明瑶B 五十分之三十一 次日上午九点钟 一达唱片公司 好运工作室内 林知行吃着包子喝着豆浆 含糊问道 鸽子 你说 要不要给他们放一段时间假呀 新婚燕耳度一度蜜月 应该的 宋哥点了点头 他们想玩多久就玩 话未说完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 董辰和姬玉手牵着手 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 早啊林哥 早啊鸽子 嗨嗨 林知行吃枪到了 高举大拇指道 好家伙 新婚第二天就来上班 要不要这么努力 宋哥牵住了姬玉的手 劝道 不用这么拼的 工作上我俩忙得过来 你们蜜月放松下 机遇耸了耸肩膀 不以为然道 嗨 我俩都处好几年了 整天腻歪个什么劲 工作重要 老婆说得对 董辰黑黑一笑 来到办公桌前 拿起一个包子塞进了嘴里 口齿不清道 林哥 你上网没有 现在网上铺天盖地 都是你和鸽子的消息 我觉得应该回应一下 看见了 昨天没想好怎么回应 林知行将 手里豆浆喝光 突然想起到 七夕是不是快到了 董辰点头道 后天就是七夕 好 林知行擦了擦嘴 掏出手机 选了一张与宋哥的亲密合影 并编辑了一个文案 发在了微博上 是的 我们相恋了 感谢大家的祝福 七夕节我将 送给大家一首歌曲 微博发完后 林知行坏笑了一下 定 选歌卡使用成功 恭喜宿主获得歌曲 单身情歌 三分钟的记忆恢复时间 林知行本想选一首秀恩爱的歌 选着选着 突然有了更好的主意 单身情歌 是林志炫1999年发布的歌曲 这样一首20年前的歌曲 每逢光棍节 还总能再翻红一回 在KTV热歌榜 从未跌出过前十 获得金曲的林知行 邪魅一笑 秀恩爱不如虐狗 实锤了 凤气无童公布恋庆 为了感谢粉丝 七夕节凤气无童 将送上一首新歌 呜呜 被欧耶歌发的 甜蜜牵手赵虐到了 希望在七夕歌曲上 能获得些许安慰 当事人承认了 CP党超开心 祝福长长久久 预测一天 未来他们的歌曲 曲风会超级甜蜜啊 林知行的回应微博已经发出 在网络上再次引发热议 网友们吃瓜的同时 送上了美好的祝福 并对七夕节的新歌 充满了期待 某公司写字楼内 张总 我敬您 张总 我也敬您 公司大领导领着员工们 围坐在一大桌真修美味前 推杯 换盏吃吃喝喝 气氛相当火热 小浩 给大家唱首歌助助兴 就唱凤气无童的那个 蛇香夫人 好 餐桌角落的男人站起 立刻高声唱道 乌蒙山连着山外山 月光洒下降水滩 唱歌的男人 正是获得过组合的诞生 继军组合的木兰兄弟刘浩 他在一个半月前 惨遭经纪公司解约 如今已经放弃了音乐梦想 就职了一家与音乐无关的公司 好听 一首歌唱完 张总笑着鼓掌 随后递过自己的饭碗道 小浩 去给我盛碗饭 好嘞 失去梦想的刘浩人 早已麻木 接过饭碗 老实去一旁盛饭 刚走到电饭锅前 兜里的手机突然响了 刘浩掏出手机瞅了眼 现是微博消息推送 刚打算关掉手机 目光被醒目的 凤气无童寺的自所吸引 凤气无童公布恋情 刘浩邓大眼点开了消息 他的心彻底碎了 宋哥 你果然还是跟他在一起了 挺好 你跟他是有前途的 刘浩揉了揉泛红的眼眶 放下手机 低头默默盛饭 给 张总 嗯 张总瞅了眼刘浩递过来的 满满一碗饭 脸上露出一丝不悦 成这么多 喂猪呢 不吃喂狗 说完 刘浩将手里的饭 递给了另一位领导 另一位领导 七夕节的前一天 是个大晴天 可在刘浩的记忆中 今天下了一场瓢泊大雨 七夕节当日 下午5点20分整 在这个特殊的时间 歌曲单身情歌 准时上线音乐平台 无数歌迷 第一时间点开了这首歌 林之行清澈洪亮的歌声 从全国各地歌迷们的 音乐设备中流淌而出 北平某高校内 凤七梧桐铁粉小呆 是一位母胎单身的 二次元爱好者 老婆 常挂在嘴边的她 却从未谈过恋爱 她喜欢凤七梧桐 有75%是真心的 还有25%是因为跟风 当今喜欢在网络上冲浪的人 不认识凤七梧桐 便是落伍 男女生之间出次聊天 找不到合适的话题 聊凤七梧桐和他们的歌 至少能唱聊20分钟 得知凤七梧桐有新歌听了 未了第一时间 听完在群里人前显盛 小呆关掉了 追得正起劲的动漫 第一时间点开音乐 链接收听 看见音乐鸣叫 单身情歌 她还愣了一下 搞不懂为什么 要在七夕节逆流而上 发这样的歌 抓不住爱情的我 总是眼睁睁看她溜走 世界上幸福的人到处有 为何不能算我一个 擦 小呆刚听两句 就被狠狠扎心了 对啊 为什么不能算我一个 为了爱孤军奋斗 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 在爱中失落的人到处有 而我只是其中一个 破防了 没出过女朋友的她 从未吃过爱情的苦 小呆擦着眼泪 嘴唇颤抖道 林志行 你这个王八蛋 好会杀人诛心啊 你成功让我破防了 爱要越挫越勇 爱要肯定执着 每一个单身的人得看透 想爱就别怕伤痛 嗯 伤心过度的小呆猛掉了 每一个单身的人都得砍头 想爱就别怕伸头 小呆无语笑 林志行你好狠啊 用单身的割虐 我们就罢了 还要卡我们的头 难道单身狗就该死吗 拜林志行所赐 单身的小呆 在今天感受到了浓浓的恶意 与此同时 无数网友在听到歌曲这里时 都有了跟小呆一样的共鸣 林志行著名狠歌 那些年 我们听错的歌词 脱单了了不起啊 欧欧耶哥这首歌 对单身狗的恶意太大了 每一个单身的人都得砍头 你说公主请伸头 你是林志行 还是路易十六 不可以 我的头颅 只为祖国抛 太好了 被砍头我就可以无脑爱他了 大家别信 其实是每一个单身的人得砍头 不行 不能让我一个人受伤 听完歌曲的小呆滑动鼠标 用一个色图封面 做了一个视频 背景音乐用上单身情歌 发到了各大群聊里 屏幕前 找一个最爱的深爱的 相爱的亲爱的人来告别单身 偶然听到这首歌的单身狗小王 被单身情歌里的这段歌词 深深触动 单曲循环一小时候的他 穿上衣服出了门 决心去找一个最爱的深爱的 相爱的亲爱的人来告别单身 半小时候 他来到了喜狱中心 找到了相爱之人 两人爱得轰轰烈烈 爱了十几重招式 一小时候 小王在审讯时抱头痛哭 为什么明明相爱的两人 却因为叫不出彼此的名字 而被逮捕 听歌的人 对这首歌的反馈不一 有赞扬 欧耶哥文思如尿崩 写歌如灿溪 这小子之前绝对单身二十年 才能写出这首 如此有共鸣的歌 有破防 在今天这样特殊的节日 看完人家秀恩爱 还要遭歌曲嘲讽 以破防 这么虐单身狗 你礼貌吗 取关了 有疯癫 哈哈哈哈 好爽 从今天开始 我们单身狗也有歌了 我要在11月11号光棍节 唱这首歌 欧耶 有爱上 这首歌好牛 作为单身的人 跟着唱起来 越唱越爽 为了唱好这首歌 刚把女朋友甩了 果然唱着有味道了 无数屏幕前的音乐人们 在发觉到这首歌 有爆款的迹象后 都是十分的费解 按常理来讲 那些情情爱爱的歌 才能火才容易火 为什么单身的歌也能火 这是为什么 奔驰车内 林之行和董辰两人 今天都没有跟女朋友过七夕 他们正驱车前往 北平中视广播电台大楼的路上 音乐春晚即将开赛 开赛前需要录制一些歌手的视频来造势 他们是节目组邀请的歌手之二 就在昨天 董辰和姬玉 也收到了音乐春晚的邀请函 可把他们给高兴坏了 但实际上 他们能获得资格 全靠董辰的老妈动用关系和人脉 帮助儿子和儿媳追梦 董辰刚考下来驾照 归宿行驶道 林哥 我一开车就犯困 你说有什么不吃不喝不抽 就能提神的方法 没有 林之行咧了他一眼 让你媳妇坐在副驾时 一直玩你手机 董辰 绝对不行 林之行耸了耸肩膀 掏出了手机 边指导他开车 边刷起了短视频 刷着刷着 一段熟悉的旋律突然响起 单身情歌都火到短视频上了吗 不会谈感情的我 看到漂亮姑娘就哆嗦 他们说 好看的人那么多 为何我却又穷又错 林之行听着听着一愣 瞪大眼瞅着屏幕 好家伙 正版才发出去不久 搞笑版都出来了 找一个江苏的河南的 山东的 山西的人来告别单身 一个安徽的 浙江的 穿鱼的东北的人 来给你伤痕 多余了 改成全国吧 结婚的人那么多 为何就剩你一个 只能偷偷的一个人 在被窝流着眼泪 独自唱情歌 个个都是大文豪啊 听王哥的林之行 心里按挑大拇指 戳了戳屏幕 在视频上一键三连 看来这首地球金曲 在蓝星一样受欢迎 一直没看歌曲反馈的他 点开了微博 网友们的留言消息 几乎要将他吞没 球哥 现在单身的歌有了 婚礼上的歌有了 球一首求婚的歌 对对对 求婚送歌吧 有了感悟之后写歌 然后发出来 同球 球一首适合给孩子听点歌 欧耶哥 球一首能唱给爸爸妈妈的歌 球哥 是对自己音乐才华的认可 但选歌卡 目前仅剩一张的林之行 不敢再随便用了 只能回复粉丝 未来会有新意的歌 浏览完微博的他 又点开了企鹅音乐平台 没想到这首歌发出来 才几个小时 便空降了企鹅音乐 新歌榜的第一名 连热歌榜都冲进了前十名 排在了第九 这速度 让林之行感到难以置信 连 我是歌王 夺冠歌 缘分一道桥 都没这速度 看着看着 林之行在车里笑出了声 这个世界 单身狗也太多了 中视广播电台大楼 林先生 董先生是吗 这边请 好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董臣和林之行 来到了一间会议室 里面坐着三位 长相很年轻男歌手 林之行一进门 瞬间成为了焦点人物 工作人员递过来两瓶水 解释道 二位稍等片刻 需要录制视频的时候 我会喊二位的 好的 林之行落座后 扫了一眼那三位年轻歌手 一个都不认识 扭头压低了声音问道 董 你认识他们吗 我认识那个 竖着马尾挺帅的 叫林凯 小伙子挺狂 老能在网上 看见他各种对人 对同行的消息 董臣小声解释道 剩下那两个人不认识 这个节目 不光会有出名歌手出现 还有一些没什么名气 但唱功超强的国家队选手 绝对不能小看 嗯 林之行点点头 一扭头吓了一跳 刚刚董臣说的 那个喜欢对人的歌手 离开了座位 正气势汹汹 向自己走来 刚刚说话被他听见了 感到不满了 哦耶哥 林凯突然伸出手 紧接着变了一副面孔 笑着自我介绍道 我叫林凯 是一位说唱歌手 你是我的偶像 你知道 我有多喜欢你的 以副之名 和道香吗 你就是我的偶像 我心目中的最强歌手 董臣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能从这家伙的嘴里 说出这么一大段彩虹屁 让他感到难以置信 现在连歌手 都是林哥的粉丝了吗 你好 谢谢你的喜欢 林志行红着脸 握住了他的手 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复好 话正说一半 门被推开了 一张熟悉的面孔走了进来 座位上 其中一个白胖的平头小伙子 抬手招呼 老哥 哎 就快到你了 六目相对 董臣和林志行 还有走进来的男人 仨人都是一惊 那张熟悉的面孔 正是郭家和 郭道 您也来参加这档节目啊 董臣笑眠眠问 率先打破了沉默的气氛 没有 郭家和挤出一个笑容 拍了拍座位上 那位白胖平头小伙子 解释道 我爹来参加比赛 我今天开车 载他来录个视频 哦 原来如此 董臣听完 嘴角微微扬起 一股优越感 油然而生 郭家和看着名嘴笑的董臣 已经看透了他在笑什么 名嘴一笑 回击道 你今天也陪着来录视频啊 董臣直了直身子 强压向上嘴角道 我是参赛歌手 哦 郭家和脸上笑容 瞬间消失 瞧你那小人得志的样子 来参赛 有什么了不起 老子是不愿意去 他没有继续聊下去 转身走到了 自己的弟弟身边坐下了 000 林直行的手机突然响了 掏出一看 是张思惠打来的 拍了拍董臣肩膀到 我出去接个会解电话 郭家和看着林直行 离开的背影 突然想起了什么 脸上开始变言变色 干爹 他脸憋得通红 用喉咙艰难地 挤出了两个字